第581章五道天塔 石金帅看到石锋坐在了自己的桌对面 听到开口对自己在问刚才的动静 才开口 说道 其实兄弟我掌握的消息也不多 只是听说这天兰帝城的皇宫底下 在很久远之时 被天兰帝国皇室兰家的先祖 以及联合了各方强者 镇压着一只远古时期的凶兽 听闻当年那只凶兽很是强大 出现在天兰帝国之时 仅仅三日时间 便吞了天兰帝国数千万人 其中就连武圣强者都吞食了好几人 最终是由一名一星武帝强者出手 才将那只凶兽给镇压 镇压在了皇宫之下 不过听说 那么悠久的岁月过去 镇压的力量已经变得越来越弱 那只凶兽很有可能就在这几年 便破开镇压之力而出世 我们前面听到的震动 正是那远古凶兽在破镇压之力造成的 而那股强大的气息 正是那头凶兽的气息 一星武帝强者将此镇压 持封石金帅前面的话 低声呢喃 不过这样的话 如果真出自远古 对于远古凶物来说 倒也不是很强大 接着 石金帅又道 我刚才 也掌握了一些 此次天兰帝国为什么召开这比武昭青的消息 哦 为什么 持封没想到 这石金帅 竟然一下子知道了这么多消息 而且连这么隐蔽的消息的都知道 这绝对是上面有人 持金帅道 此次召开这比武大赛 正与那头远古凶兽有关 怎么说 持封问道 听闻这皇室兰家统治天兰帝国这么多年 每一代都能出绝世强者 是因为兰家 有一座宝塔 叫做武道天塔 武道天塔共有九层 传闻 每一名武者 只要每踏入一层 便能得到武道天塔内的棒薄能量及武道感物 一层的能量强过一层 获得的武道感物也是更加的高深 到达第九层的话 到达第九层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武道天塔内有强大的阻挡之力 听闻从兰家先祖获得着武道天塔开始 踏入最高的 也不过在第七层 而武道天塔 每一个武者 也只有一次进入的机会 如果第二次进入话 便会被武道天塔内的神秘力量给弹出 听了石金帅的话后 石锋在结合这次天兰帝国召开的比武招星 在结合石金帅说的那只镇压在皇宫底下的远兽 石锋顿时有些明了 说道 这么说的话 天兰帝国此次比武招星 是打着玲珑公主的美名 汇聚各方天才到来 然后万里挑一 从其中挑选出最为强大的一人 选为驸马 再让他进入武道天塔之内 帮助他获得强大的能量与高深的武道感悟 到时候 远古凶兽破开镇压之力出来时 再与他来个殊死一搏 听了石锋的话后 石金帅笑着点了点头 道 兄弟果然是聪明人 一点就通 说起来 篮家就是想找个强大的打手 在家东玉第一美女给他 帮他提升力量 最终帮他们篮家打那头 远古凶兽 保卫他们篮家的天兰帝国 石锋嘴角一咧 笑道 那他们倒不怕那个人 得到了力量 到时候一拍屁股走一走了之 听了石金帅对于那武道天塔 石锋倒是兴趣很大 可以获得棒薄的能量提升力量 现在自己缺的 不就是力量 而且不死山那边的动荡 自己到时候过去 需要的也正是力量 至于打那头凶兽 石锋根本没有什么兴趣 石锋如今的目标 便是进武道天塔 还有便是答应紧默的 帮他拿到他想要的自由 石金帅望着石锋 脸上突然露出的那抹笑 笑着说道 我看出来了 兄弟你就是这么想的啊 到时候你如果真取得了第一 不但可以进入武道天塔 还可以睡了冬月第一美女 再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 好了不说这个了 池峰对着石金帅摆了摆手 说道我现在倒有件事想要你帮我去做 哦什么事 石金帅脸上露出了好奇的神色 问道 竟然还有其他的事 宇书起睡冬月第一美女还要重要 你派人去一下新药厂楚家 楚家后山 有个封印之地 楚家之中 有个叫楚月的男子 还有他的女儿楚星 前段时间进入了那封印之地中 你让人帮我留意一下 如果那对妇女一从那封印之地出来 就让那人跟他们说 我正找他们 而你派的那人也第一时间通知我 池峰说道 封印之地之中 圣火与嗜血剑 当日感应到了有圣剑碎片在那 圣剑碎片 关系到了嗜血剑的提升 石峰无论如何 都要获得 而石峰那日要立那座小山之上 感应到了强大的封印之力 自己根本无法进入 只能通过那对妇女手中掌握的钥匙 才能进入封印之地之中 不 你对妇女 听了石峰的话后 石金帅的脸上 露出了更加的好奇之色 妇女 其实石金帅的注意 大都集聚在了这个女字上 随后问石峰道 想必此女 定然是个极美之女吧 石小兄弟放心 我这就派人过去新耀城 对于石金帅前面略有深意的话语 石峰直接无视 对石金帅点了点头 硬道 嗯 接着再嘱咐道 兵主那人 见到楚越或者是楚星 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做事 你便放心吧 石金帅说 说完之后 石金帅站起了身 然后轻摇着金色纸扇 走出了这间厢房 为了石峰的这件事 安排去了 武道天塔 石金帅走后 石峰又想起了石金帅刚才所说的武道天塔 这第一我必须要拿下 石峰突然变得一脸坚定 暗暗 你难道 如果真是本座想到的那座塔 那么小子 如果你真能进入此塔的话 那是真幸运了 就在这时 石峰体内的圣火突然出声 对着石峰说道 听到圣火突然出声 石峰心中为惊 连问追问道 那座塔 你难道知道武道天塔不成 第582章小白来了 听到你们的谈话 本座的确是想到了一座塔 圣火道 接着圣火又道 不过光听说 未见到那座塔 本座也不确定是不是就是那座 那座塔 石峰问圣火说 难道那座武道天塔 来自于你那个时代 不过应该也是了 那种神秘功能的塔 也只有远古时期的数炼大师 才能炼制得出 本座说了 光听你们这么说 本座不确定是不是那座塔 到时候你赢得第一 见到了再说了吧 圣火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说完之后 圣火的声音沉急而下 不再言语 接着没多久 相防的房门打开 石金帅轻笑着走入房中 对着石峰说道 事情已办妥 谢了 石峰点头 接着 石金色说道 我刚才好像看见你的那头白虎 往皇宫方向飞奔去了 往皇宫方向 听到石金帅的话 石峰一声低难 接着 石峰道 去了就让他去吧 石峰知道 小白 小白往皇宫方向飞奔而去 想必已经感应到了锦末 去找锦末去了 不过皇宫守卫森严 有不少强大的气息 区区七阶出其遵级的小白 能不能见到锦末 就看他自己的了 天蓝地成 皇宫 一间精致绝伦 满是淡雅幽香的卧室 一道白色的倩影坐在窗户旁 那张绝美帝脸孔 望着满是白云的天空 在愣愣发呆 长发披肩 随着清风在悠悠飘荡着 清风吹在了他的身上 在吹向远处之时 仍然会带着令人十分舒爽的淡雅香味 皇宫外面 一万多人为了他 打得热火朝天 不少人都因为得到他 而永远地留在了天蓝地成 而他这里 倒是一片的幽静 仿佛与世隔绝 唉 望着天空的他 突然低下了头 发出了一声轻叹 原本他是怪他的父皇 觉得自己的幸福 应该他自己去抉择 而他被紫霄侯子霄带回了皇宫 这一次见到了他的父皇 带得他的父皇 吐露出了他心中的无奈 皇室兰家如今的处境 他 这才理解了他的父皇 这也许 就是自己的命吧 生于蓝家 作为天蓝帝国这个公主的命吧 锦默低着头 黯然说道 我真希望 我是一个平民人家的女儿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幸福 可以凭着自己的感觉 与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当锦默说到心爱的人四个字时 双甲突然变得一片飞红 不知道为什么 说道这四个字 他的脑海中 突然不由自主地浮现一道伟岸的黑色背影 那一道 自己每一次看着他 都觉得令自己十分心安的黑色背影 还有 还有小白 锦默的脑海中 旋即又浮现了那一只 在他印象中乖巧可爱的大白虎 吼 就在这时 锦默隐隐听到 前方突然传来了一声老虎的低吼声 听到那道声音之时 逼着头的锦默 自嘲地摇了摇头 并难自语说 看来是我想小白了 这听觉上 都出现幻觉了 吼吼 再紧接着 锦默又听到了两声老虎的低吼 这两声 比之刚才的声音 清晰得很多 嗯 听到这两声清晰的低吼之后 锦默的脸上 旋即了一阵错愕的神色 接着 缓缓地抬起了头 呀 突然间 锦默跟着一惊 他看到 就在自己屋外的花园中 突然了一道白色的身影 锦默猛地甩了甩脑袋 可是甩了甩脑袋后 花园中 那道白色的身影仍在 那只白色的老虎脑袋 正面朝着自己 虎目也是盯着自己 小 小白 锦默错愕地撬脸上 旋即如绽放开了美艳的笑容 顿时间 犹如鲜花般绽放 而坐在凳子的身躯 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没有想到 自己想到了小白 小白竟然就真的在这里出现了 那么小白出现了 他应该来了吧 哪里来的聂旭 胆敢偷入皇宫 给本统领去死 众军事听令 斩杀慈涅序 斥杀杀杀杀 顿时间 锦默前方的花园之中 响起了一阵阵喝沙之声 吼吼吼吼吼 紧接着 是愤怒的唬啸之声 再紧接着 响起了锦默的交喝之声 不 不要 你们不可以伤害小白 小白是本公主的朋友 你们 全部给本公主退下 锦默的声音落下 玄机间 一道道攻击也跟着顿指 啊 啊 公主 这 遵命 吼吼 小白 快过来 不要怕 只要有我在 在这里 没有人会伤害到你的 小白乖 小白 这几天 你看上去好像瘦了啊 是不是受苦了啊 吼吼 天蓝地成 万宝商楼 池峰在一次从修炼中行转过来之时 新的一天已经到来 天 还没有全亮 只是有些萌萌亮 碰碰碰 没过多久 石峰的房门外 突然响起了敲门之声 石峰已经猜到 敲自己房门的 除了石金帅 还能有谁 进来吧 石峰道 石峰的话音落下 房门被缓缓推开 一道金色身影走入了房中 这时 石金帅满脸笑 一地望着石峰 说道 石小兄弟 今日 你可是要开启新的征程 新的一战了 一大早 我便让人请了厨房 为了准备了一桌丰富的早宴 替你补补身子 说完之后 石金帅右手跟左手护脊 发出了啪 啪两声 随着石金帅的掌声落下 旋即间 一道道歉影 穿入了石峰的厢房之中 进入房中的 全部是轻一色 长相都算得上 中上的美貌侍女 而每名侍女的手中 都托着一个个餐盘 一阵阵扑鼻的香味 正从这些餐盘中散溢而出 令人一闻 便是食欲大开 随后 石金帅望着石峰笑道 可满意否 面对着石金帅的笑问 石峰淡然开口 说道 吃过再说吧 定然让您满意 来 尝尝 特别是这壶酒 可是费了我心思 说话之时 石金帅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个白玉所做的酒壶 第583章王丛的挑战 石金帅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那个白玉酒壶时 顿时间 一股熟悉的酒香扑鼻而开 而闻到这阵酒香之时 石峰脸上顿时露出了淡然笑意 血桑酒 血桑酒 乃是八品圣及灵果 血桑果炼制而成 石峰当初初遇石金帅时 石金帅当时请他所喝的酒 正是血桑酒 当初在商船之上 石峰喝了几杯血桑酒后 便明显感觉到了肉身之力在增强 石金帅指着手中的白玉酒壶 对着石峰说道 这血桑酒 可是可遇不可求之物 没想到 我竟然还有幸遇到这第二壶 这倒是便宜你了 说话之时 石金帅朝着房间中的那张红木桌缓缓走去 此时 桌上已经摆满了美味佳肴 将白玉酒壶 也跟着放在了红木桌上 走入厢房中的一名名美貌侍女 在放下了餐盘之后 一个个相继离去 只留下两名最为漂亮的侍女 一前一后 站在桌旁 看来是石金帅留下 服侍自己俩人倒酒 石金帅在桌旁坐下 这时 石峰也来到了红木桌旁 坐在了石金帅的对面 石金帅指着一桌的美味佳肴 对石峰说道 这一桌饭菜 特别是这湖血桑酒 特意为你准备 一是为了表达前日你在擂台之上 对我的救命之恩 二是 二就是给你补补身体 吃饱了 才有力气战斗 石金帅说话之时 那两名侍女以为俩人的酒杯上 倒满了血红色的酒 接着 石金帅拿起酒杯 对石峰说道 兄弟我 就在这提前助你旗开得胜 睡冬裕最漂亮的女人 进入舞者们梦寐以求的舞蹈天塔 干 听了石金帅的话后 石峰淡然一笑 旋即也拿起了身前的酒杯 与石金帅的酒杯相撞 道 干 碰杯之后 俩人将酒杯中的血色酒水 一饮而尽 好 真是好酒 喝完杯中之酒后 石金帅感慨道 无愧为血丧酒啊 不但能强身健体 这酒味 也是这么的香醇 与你分享 现在喝下这杯后 我又觉得舍不得了 哈哈 现在舍不得 也晚了 石峰听了石金帅的话后 但笑着说道 随后 默默地运起了 酒油民工的酒油炼体之术 以肉身开始吸取 这血丧果的药性 来 再来一杯 杯中之酒再次被倒满后 石峰举杯 再一次对着石金帅蛋笑着说道 干 接着 俩人再次碰杯 再一杯的血丧酒 被俩人一饮而尽 品着美味佳肴 喝着八品圣级美酒 也算是人生之中的极大享受 很快 一壶美酒 被俩人饮得甘前净净 喝下了半壶血丧酒 将血丧酒的药性 全部被肉身吸收 消化之化 石峰只觉浑身上下 此刻充满了强劲之力 也不管房中是否有人 站起了身 一拳对着空气轰出 碰地一声 一道阴暴之声 在香房中响起 感受这一拳之力 肉身消化那半壶血丧酒的药性之后 肉身之力 已经从三星五宗境 步入了五星五宗 八品圣级灵果 果然不凡 随后 石峰望了望外面的天色 对石金帅说道 石臣看来已经差不多了 走 去擂台吧 走 石金帅对着石峰轻笑一声 随后站起了身 接着 俩人身形一动 一前一后 从这间香房中 木窗中 飞射而出 飞向了擂台方向 香房之中 只留下那两名美貌的侍女 面面相许 有一名站在石金帅身后的那名美貌侍女 有些失望地暗暗叹息了一声 原本以为 公子将自己留在这房中 喝点酒 酒后会对自己做点什么 如果真对自己做了些什么 那自己如果能幸运必怀上公子的孩子 那么自己 可是第一个为公子生下孩子的女人 那时候的自己 还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 当一名侍女 那些曾经看不起自己 欣识自己的人 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 自己可以让他们后悔 甚至 可以让他们为曾经的言行 而付出代价 那名美貌的侍女 开始在脑海中幻想到 身处自己所幻想的那片世界中 脸上不自觉间露出了冷笑 都未所觉 持风雨时金帅在天兰地城上空急速穿梭 很快 天兰地城中的一座座比武擂台 出现在了他们的身下 俩人的身形旋即移动 往十号擂台落去 而这时 俩人同时看到 在十号擂台之上 此刻已傲立着一道橙色的身影 静静地站立着 赤王从 持金帅望着下方的那道橙色身影 对着身旁的石锋惊呼出声 说道 望着那道橙色的身影 石锋点了点头 看来 这王从站在这里 是在此等着自己 要与自己一站了 看来自己昨日以那快速的方式淘汰了所有十号擂台上的舞者 这王从 想必也是用了快捷的方式了 竟然一大早便在此等本少了 望着下方的王从 持风冷冷地开口 说道 兄弟 有把握吗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将那件黄金神甲借你 望着在十号擂台等候的王从 石锋帅的脸上 出现了为石锋担忧的神色 开口对石锋道 不必了 石锋说 接着 身形往下下方急速降落 砰地一声 石锋的那道黑色身影 落在了十号擂台之上 落在了王从的对面 看 他来了 他真的来了 石锋 今日 真的有场旷式之战可看了 此人昨日淘汰了十号擂台上的所有舞者 接着 王从昨日 也以他的霸道之势 挑战三十四号擂台上的所有舞者 也跟着淘汰了三十四号擂台的所有人 却是没有想到 今日一大早 王从便站在了这十号擂台 等候着他 要向他挑战 王从 可是真正步入了五圣镜的强者啊 白君爽 吴光 魏武记这样未入圣镜 根本就无法与他相比 这狂妄嚣张的石锋 看来今日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 确实不知道 这两个猛人 最终站在这擂台会是谁 真是 越来越令人期待了 十号擂台附近 此刻早已经挤满了观看此战的舞者 由于石锋的到来 人群顿时变得一片哗然 第584章龙虎出冤 安静 十号擂台之上 顿时响起了那名文士模样裁判的低喝声 声音回荡开来 在那名裁判说出了安静两个字后 人群瞬间跟着安静了下来 一道道目光 旋即望向了十号擂台的上空 等待着这名裁判的宣布 等待着这拭目以待的强强之战 快点到来 暴力虚空的裁判 俯视着下方 开口说道 十号擂主 站在你对面的 乃是34号擂主 此刻 他向你挑战 是否接受 如果不接受 接下来 你将等到九号擂台决出擂主 再与九号擂主一战 如果选择接受 此战战败者 将被淘汰 听到上空那名裁判的话后 时锋的目光 始终凝视在前方的那道橙色 王从的身上 这将是自己重生以来 第一个面临的五胜镜对手 随后 时锋回应裁判的 只有一个字 战 一个战字 俨然回答了一切 战字落下之后 还未等到裁判再宣布 便见前方橙色身影的王从 动了 可见 王从已经到了迫不及待 斩杀着人的地步 王从双手凝聚不同的印记 紧接着 便听他发出一声低吼 龙虎出冤 随着喝声响起 王从右手拧掌 左手拧拳 向着前方 猛然轰了出去 嗷 吼 顿时间 虎啸之声与龙吟之声 同时响起 王从的右方 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青龙虚影 而在他的左方 出现了一只庞大的白虎虚影 龙虎同出 然后向着前方的石锋 猛然奔腾而去 龙虎出冤 竟然是龙虎出冤 王从第一道攻击 便轰出了龙虎踪绝迹之一的龙虎出冤 看来王从 这是想要一击便将那人给击杀啊 龙虎虚影一出 台下顿时又响起了一阵阵的惊呼声 王从一大早便在这等此人 一出手便是绝强的攻击 难道王从与此人有仇不成 持风面色不动 望着那飞腾而来的两道庞大虚影 左手之中刀光闪耀 圆月弯刀出现在了手中 右手中血色光芒也是跟着一闪 是血剑也跟着出现 持风率先的 左手猛力一甩 将圆月弯刀向着前方甩了出去 圆月弯刀一被甩出 急速旋转之时 便爆发出了灰白色的烈焰 看上去如同风火轮一般 随后 灰白色烈焰猛的一个爆发 形成了一股狂烈的灰白色烈焰风暴 散发着炙烈的高温 狂暴神秘的力量 然后向着前方猛然扑腾而来的龙虎虚影 席卷而去 哦 吼 庞大的龙虎虚影 很快便与那狂烈的火焰风暴撞击在了一起 发出了响彻天地的爆吼之声 与紧接着 还有剧烈的暴鸣之声 围观的舞者们看到 狂暴的能量在雷台之上疯狂肆虐开来 整座雷台都开始摇晃了起来 在狂暴肆虐的能量之下 雷台四周也不断地起了如涟漪般的波纹 这是那些肆虐的能量 被雷台布下的静置力量给挡了下来 所产生的波动 随后 在雷台上肆虐的力量开始渐渐消散 而还跟着消散的 是那狂烈的火焰风暴 以及那两道庞大的龙虎虚影 俩人所发动的攻击竟然同时消失 这可以说明 刚才的这一回合 俩人算是打了个平手 强大的能量都消失之后 十号雷台中心 只有一柄圆月弯刀 虚拂着 缓慢旋转着 而紧接着 那柄圆月弯刀仿佛受到了牵引 旋即急速旋转地斜方而上 在圆月弯刀所飞去的那个方向 有一个黑色的身影 持风手持血色常见 是血剑 跃到了半空之中 旋即一声低喝 九幽 斩棘 随着石峰的喝声 一道巨大无比的森白色剑气 出现在了王丛的头顶上方 然后向着下方的王丛 猛然斩下 而就在九幽斩棘发动之时 石峰的脸上 戴上了神秘诡异 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的那具鬼脸面具 紧跟着 一道灵魂攻击 九幽阵魂印 朝着下方的王丛 猛然震了下去 望着着上方斩下的森白色剑气 王丛脸色依旧是一片冰朗 右手成拳 正准备朝着上方那斩下的庞大剑气轰上去 但是就在此刻 王丛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脑袋 仿佛被一柄重锤给狠狠地轰击 而王丛的面容上 旋即出现了猙獰的痛涩 轰地一声 森白色巨大的剑气 狠狠地斩在了王丛的身上 将王丛的整个身躯都给吞噬 这 这就完了吗 见到王丛的身躯给吞噬 下方的人群中 再一次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呼之声 难道王丛就这样败了 不会吧 那可是王丛啊 五圣境的强者啊 王丛怎么可能如此变败 不可能 自然是不可能 灵魂受到攻击之后 以王丛五圣境的力量 很快便从狮神中回复 即将身躯变那森白色剑气给吞噬 就在这时 十号擂台之上 突然发出了王丛的一道爆吼之声 啊 随着这道爆吼之声响起 人们看到 十号擂台之上 空气都产生了一阵阵的涟漪 随后 人们看到了那道吞噬了王丛的巨大森白色剑气 在此刻 突然如玻璃一般 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再紧接着 巨大的森白色剑气 直接破碎开来 很快便消散在了众人的眼中 而一道橙色的身影 再一次在众人的视线中出现 披散的长发 无风自舞 冰冷的面容 仿佛步上了寒霜 随后 王丛缓缓地抬头 望向了那悬浮在半空的黑色身影 再紧接着 王丛的身形如同炮弹一般斜射而出 向着那道黑色身影飞射而去 王丛 很快便到达了石峰的身前 这时 十号擂台之上 再一次响起了王丛的低吼之声 天帝 霸王拳 天帝霸王拳 也叫一级必杀 这一朝五计 石峰曾经也见识过 正是那王丛之地 龙虎宗二少主王辽 对自己发动过 但是王辽的那一拳 无论是力道 力量 以及对于这一拳的精妙 根本就无法与这王丛相比 就好比一个是天 一个是地 天帝霸王拳 看似平淡无奇轰出的一拳 但是却蕴藏着 仿佛能摧毁一切的力量 第585章 拔了牙的老虎 面对着王丛朝着自己轰过来的绝强一拳 天帝霸王拳 石峰的脸上 瞬间出现了凝重的神色 随后 石峰将九幽名利 不断地注入圆月弯刀之中 握在左手的圆月弯刀 在石峰手中不断地颤鸣起来 紧接着 圆月弯刀上刀光一闪 闪向了王丛轰过来的那一拳 砰 两股强大的能量 轰然撞击在了一起 轰隆隆隆 两人下方的那座十号擂台 在一次猛烈地战动了起来 就好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一般 历时间 十号擂台上方那两道轰击在一起的身影 在对方强大力量的阵级之下 猛地向着后方急速倒飞 而就在倒飞的时候 石峰在一次将九幽名利注入到了圆月弯刀之中 圆月弯刀 再一次猛然甩出 急速飞旋 飞斩向那方的王丛 王丛倒飞之时 冰冷的脸上出现了震惊的神色 他没有想到 自己轰出了龙虎踪绝技之一的天地霸王拳 竟然还是被这个聂旭给挡下了 而且还将自己给震的倒飞 而就在此时 王丛又看到 那聂旭挡下自己轰击的那柄圆月弯刀 此刻正向着自己急速旋转飞来 龙虎出冤 王丛右手成掌 左手成拳 猛然向着前方打出 又是一招龙虎出冤 哦 天地之间 又一次回荡起了剧烈的龙铃与虎笑 庞大的白虎虚影与青龙虚影在线 紧接着 王丛双手猛然一急 一声低喝 双龙合毙 白虎虚影旋即与青龙虚影合成了一起 龙腾虎笑 向着那飞展而来的圆月弯刀凶猛奔腾而去 双龙合毙 是双龙合毙啊 传闻 这是王丛闭关三年 以龙虎出冤误出的一招五计 威力更加强于龙虎出冤 没想到 王丛竟然误出了此招五计 王丛 不愧为天纵之姿啊 龙虎宗宗主王卓 能生出王丛这样的天纵之子 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 双龙合毙一出 原本就喧闹的台下 议论声更甚 龙虎虚影 在一刻 猛然地与圆月弯刀撞击在了一起 轰 又是一声剧烈的暴鸣 又是雷台不断地开始轰摇 要不是搭建的雷台材质特殊 结构特殊 还不有强大静致 不然的话 早就在那狂暴 强大 猛烈的力量之下被震得粉碎 通明声响后没过多久 龙虎虚影便在一次被那圆月弯刀给撞散 而就在龙虎虚影即将消散之际 一道橙色的身影 从后方飞射了过来 魁梧的身躯从龙虎虚影中穿透而过 这时 龙虎虚影才彻底消失地干潜静静 王丛的身形到达了刚才圆月弯刀 与龙虎虚影撞击之处 这时 王丛再一次发动了猛烈的一拳 从上往下 向着圆月弯刀轰击而去 平地一声翠响 拳头轰中圆月弯刀 再将那柄刀给猛然地轰击在地面之上 然后王丛的身形也跟着猛然移动 向着地面降落 一脚踏在了那柄正准备飞旋而逃的圆月弯刀 给牢牢地踏在了脚下 平平平平平 圆月弯刀在王丛脚下颤明着 挣扎着 想要从王丛的脚下挣脱 但是王丛的脚 仿佛拥有万军之力 圆月弯刀挣扎了很久 还是未能征扑而开 这时 王丛冰冷地连缓缓抬起 望向了上空的那道黑色身影 冷冷地说道 你语之所以能与本座一战 都是因为这柄玄器 此刻 这柄玄器上力量溃散 又被本座压制 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与本座一战 哼 你以为 你这样就赢了吗 面对着冰冷的王丛 面对着王丛冰冷傲然的言语 时封的脸上 出现了不屑的冷笑 旋即间 那具鬼脸面具 再一次出现在了时封的脸上 九幽震魂印 震 时封一声冷喝 灵魂攻击 九幽震魂印 再一次向着王丛震了过去 啊 无形神秘的灵魂攻击 未修炼过灵魂之力的王丛 根本无机可循 无机去挡 紧接着 王丛的灵魂遭受到轰击 身躯猛然一个战动 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嘀吼 不过以王从一心五圣境的修为 受创失神的灵魂 只不过短短一瞬 便回复过来 但是就在那么短短的一瞬 那柄圆月弯刀已经从自己的脚下 征突而出 哗哗哗哗哗哗 这是圆月弯刀发出了滑过空气的声音 向着石锋旋转急速飞去 该死啊 见到圆月弯刀逃脱 想起自己刚才所说 石锋还有什么本事与自己一战的那番话语 王丛就犹如被人给狠狠地打脸了一般 面露愤怒猙獰之色 右脚猛然一踏地面 身形再一次如炮弹一般飞射而出 斜飞而上 追击向那柄圆月弯刀而去 九幽震魂应 震 而就在这时 石锋的冷喝声再一次响起 又是九幽震魂应 震向了王从 啊 刚刚飞射而出的王从 灵魂再一次被轰击 再一次发出了痛呼 再一次失神 又再一次回过神 这次回过神的王从 已经见到了那柄圆月弯刀飞远 眼睁睁地看着圆月弯刀飞到了石锋的身前 被石锋伸出左手 猛力地握在了手中 王从遭受了三次灵魂攻击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虽然没有受到创伤 但他脸上的怒容告诉众人 此刻他王从 很不爽 对于石锋的九幽震魂应 王从此刻已经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将那的涅蓄给撕成碎片 灵魂攻击 自己根本就是无击可寻 无击可挡 任凭那涅蓄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轰击 啊 小畜生啊 看我今天怎么斩了你 啊 王从双手握拳 仰天发出了一声如凶兽般的爆吼 一股强大无匹的气息 从王从的身上猛然升起 但是就在这时 石锋的灵魂攻击 九幽震魂应 再一次对着王从的灵魂震下 啊 痛吼声再一次响起 一心五圣强者又是如何 在圣级的灵魂攻击之下 王从此刻面对着石锋 就好比一头拔了牙的老虎 光有力量 却咬不到人 第586章龙声 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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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痛吼 从王从的嘴中喝出 十号擂台之上 王从的灵魂 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灵魂轰击 在石锋不断的九幽震魂应下 王从已经被死死地压制 原本飞到半空的身形 此刻也被逼回到了擂台之上 石锋傲力虚空 俯视着下方的王从 冷冷地说了一声 本扫已经陪你玩够了 现在本扫就送你 去见你的那个亲地点 石锋说完之后 接着 注入了九幽名利的圆月弯刀 朝着下方猛然甩了下去 带着神秘与强大力量的圆月弯刀 再一次飞旋 斜飞而下 飞斩向下方的王从 王从的灵魂从痛苦中回转过来 就在这时 王从猛然见到了那柄 朝着自己飞旋斩来的圆月弯刀 拳头连忙紧握 一声低喝 声龙拳 随着王从的低喝之声响起 王从的拳头之上 旋即浮现了一只龙头虚影 但是就在王从要向圆月弯刀猛然轰去之际 王从的动作突然间顿指 嘴中 再一次吼出了先前不断吼出的怒吼 就在王从刚才要对着圆月弯刀轰出攻击之时 石峰再一次对着他 发动了灵魂攻击 九幽阵魂印 而趁着王从此刻灵魂受创 动作顿指 急速飞旋的圆月弯刀 猛然间 从王从的脖颈上飞斩而过 带起了一抹鲜红色的血色飞溅 圆月弯刀飞过 割破了王从的咽喉 王从的脖颈处 出现了一道猙獰的刀痕 顿时间 王从的脖颈 犹如爆裂的水管 鲜红的血液 不断地从那猙獰的刀痕中 喷进而出 意识 很快地从王从的脑海中行转 此刻的王从 大大的瞪着眼睛 低着头 望着自己不断喷溅着血液的身体 身前的橙色衣衫 已被鲜红染得通红 啊 我败了 我王从 竟然 战败了 王从愣愣地说道 脸上满是的不甘心 与不相信 但是现实 就是如此 由不得他不去相信 从步入五到那一日开始 王从战败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 将一个又一个舞者踩在了脚下 到的现在 王从自己都记不清 到底打败了多少强劲的对手 多少天才死在了自己的手里 最终 还以自己的绝强力量 挤入了天兰帝国十大强者 但是 就这么一个王从 就是这么一个天骄 今日 竟然战败了 还败在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手里 不 我没有败 我没有 王从 豁然抬头 瞪大的双眼狠狠地盯向了虚空中的那道黑色身影 发出了一声满是愤怒与不甘的怒吼 紧接着 王从的拳头之上 那只消失的青色龙头 再一次浮现 王从在一声怒吼 声 龙 拳 当王从说到拳那个字之时 声音明显已显得无力 刚刚强硬起来的气势 再一刻 彻底地软了下来 肉身在那一刻 都显得很是无力 脸色已苍白如指 啪哒一声 王从整个人扬倒在地 我 失败了 王从仰望着天空 仰望着蓝蓝天空中的白云 今日 王从觉得这天特别的蓝 这云特别的白 回想起来 已经多久 没有这样仔细地望着这片天空了 一幕幕往事 一段段回忆 犹如放电影一般 在王从的脑海中急速闪过 我要变强 我一定要变强 暴风雨中 一名倔强的儿童 不断地在练舞场上 击打着木桩 双拳之中 以血肉模糊 但是他这倔强的儿童仿若未觉 还在狂烈的暴风雨中 一拳又一拳地击打着 脸上满是坚定与倔强之色 这时 也不知道王从想到了什么 两行轻泪 从王从的眼眶中 搏目而出 父 兴 当王从吃力地吐出 这两个字时 意识瞬间如潮水一般 从他的脑海中急速退去 一代爵士天才 五圣境强者 天兰帝国十大强者排名第八 龙虎宗绍 帮助王从 陨落 王从身亡之后 那两只双目仍然争着 仿佛王从还在仰望着那片蓝蓝的天空 死了 王从死了 人群之中 也不知道是谁先喊了这么一声 这道声音喊出来后 原本极尽一片的人群 在极尽过后 瞬间爆发 哗然声再起 王从 那可是十大强者排名第八的王从啊 那可是龙虎宗的少主啊 这少年 杀了白君爽 杀了吴光 魏无忌之后 竟然就连王从都死在了他的手中了啊 他 简直是要逆天了啊 他 他只是一名看上去十六七岁的少年啊 他竟然杀了王从 妖孽 妖孽啊 这少年啊 他 真的将王从给杀了啊 这 不愧是九幽大帝的私生子啊 人群之中 就连观战的石金帅 都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渐渐与十丰接触 石金帅也开始对十丰渐渐地有了信心 可是他却是没有想到 竟然就这样 他把王从给杀了 那可是五圣境的强者啊 这是赤裸裸的越级挑战啊 王从身亡 十号擂台这边的动静 顿时也吸引了无数人将目光投向了这边 还有几座擂台正在比斗的舞者 因为王从死了 这四个太过震撼的字眼 与对手默契地停下了战斗 将目光望向了十号擂台 望向了那道还悬浮半空的黑色身影 望着那被鲜红染的通红的尸体 那具尸体 确实是王从 确实是纳斗五圣境 十大强者 龙虎宗的少主 王从 我这小师叔 竟然如此逆天了啊 远处 就连血无痕都望向了这边 不得不发出感慨 八星五尊境杀死五圣 就连幽明师祖当年也在这个境界的话 也不过如此吧 他 竟然杀了王从 远处 还有两道冰冷的目光 满是杀意地望向了十号擂台 望向了那道黑色的身影 正是杨忠与紫霄 到的已经 十号擂台 擂台之上的那道黑色身影 已经成了万众瞩目的存在 持风之鸣 今日之后 怕要是想撤整个天兰大帝国了 不过也有很多人想到 王从死了 那么龙虎宗 那么王从的老子王卓 此刻定然已经发狂发怒了吧 这个少年 他杀了王从 还能在这个世间 继续活下去吗 王从的老子 那可是王卓啊 第587章龙虎宗 王从的复兴 龙虎宗宗主王卓 那可是天兰帝国 十大强者排名第二的存在 比现在奥利虚空的广亲王 排名都要靠上一名 就算天兰帝国 这种东狱的超级大国 他们这些人的舞蹈 在舞者们的心中 都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现在就是这样的人物 他的儿子被人给杀了 天兰帝国 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之上 屹立着一座座古老的建筑 而在片山漠的中心 屹立着一只巨大的青龙雕像 与一头同样巨大的白虎雕像 这片连绵不绝的山脉 就是龙虎宗的所在地 而此刻 整片山脉 以及山脉中心处的龙虎雕像 突然开始剧烈地震战起来 就好像这片区域 突然发生了大地震一般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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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虎宗中 顿时从那些古老的建筑里 飞射出了一名名身穿镜装的舞者 一个个目光 望向了山脉中心的那个方向 哪里 正是强大力量发动 令整片山脉晃动的根源之地 宗主 赤富 天蓝地成 十号擂台之上 回荡起了裁判的声音 十号擂台 十号擂主与三十四号擂主一战 十号擂主胜 那名裁判的声音还未落下 就在这时 悬浮半空的石峰 身上爆发出了一阵狂烈的血色烈焰 如同水浪一般 向着血下方那具王从的尸体急速席卷而去 血色烈焰 瞬间吞噬了王从的身躯 然后向着石峰急速倒卷而回 当血色血液全数倒卷回了石峰的体内 王从的尸体 犹如先前的白君爽 无光 魏无忌一样 已经消失地连残渣都没剩下 而紧接着 在万众瞩目之下 人们看到 那道奥利半空的黑色身影 身上突然白色光芒闪烁 这 五道晋升的光芒 再吞噬了一星五圣晋王从的死亡之力 灵魂之力 血液之后 石峰从八星五尊敬 成功递步入了九星 他进阶 他竟然就这样进阶啊 他原本就是那么的强大 有灭沙王从之力 那么 他现在进阶了之后 那还得了 天啊 妖孽 他简直是一个妖孽啊 如果再没有人压制得住他的话 那么 此次的比武昭青 我们的玲珑公主 就要归此人所有了啊 啊 我的玲珑公主啊 步入五圣 还差一星 虽说这只差一星 但是所需要的能量 又是何等的庞大啊 石峰感应着体内与圣火融合的丹田 泥南说道 要想步入五圣的话 还需要一名二星五圣 吞噬掉二星五圣的死亡之力 浑身血液 才差不多 就像王从那样一星五圣所蕴含的能量 自己起码还要再杀十个才足够吧 一星五圣与二星五圣所怀的力量 所拥有的能量 相差极大 接着 石峰转过头 迎上了一道冰冷的目光 顿时间 石峰的嘴角勾起了一抹信念般的冷笑 那 不就是还有一名一星五圣吗 石峰迎上目光之人 正是紫霄侯 紫霄 此刻的紫霄 在石峰的眼中 不过是一团能量而已 而紫霄见到石峰迎上自己的目光 对着自己露出了戏烈般的冷笑 身上散发而出的杀意更甚 没有想到 这人 当初在妖兽山脉还不是自己的对手 短短时间之内 竟然到达了如此境地 竟然杀了比自己排名还要靠前的王从 此人 无论如何 一定要除 不要付出什么代价 一定不能再让他继续活下去 紫霄望着石峰 双拳紧握 十根手指的指甲 狠狠地掐入自己的手掌心 在心中漫暗说道 接着 紫霄一个转身 化为一道亲子光芒 破空离去 紫霄飞走后 石峰望向那方的视线也跟着收了回来 这时 擂台下 人群之中的石金帅突然开口 朝着擂台上的石峰说道 石小兄弟 你早上要我找的人 已经找到了 不 圈杂的声音之中 石峰听到了石金帅的声音 眼睛旋即跟着一亮 石金色所说 自己早上要他找的人 自然是新耀城的楚家妇女 楚月 或者是楚星 没有想到 这么快便有了消息 而石金帅说找到了 应该是这对妇女 从那封印之地中 出来了吧 紧接着 石峰抬头 望向了上空之中的那名文士模样的裁判 开口说道 今日一战 本少有些疲乏 今日就此停战 明日一早再来 可以 听到石峰的话后 裁判点了点头 说道 接着 石峰目光转向了下方的人群 看到了人群之中的石金帅 说道 我们走 说完之后石峰身形移动 在万众瞩目之下 飞出了石号擂台 见到石峰向着传送阵方向飞去之时 人群之中的石金帅 也旋即从人群中飞出 追向了石峰 破空飞行的石峰 故意放缓了破空的速度 等到石金帅来到自己的身旁 石峰开口问道 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石峰所说的他们 自然是从封印之地中出来的 储家妇女 他们的情况还好 石金帅点了点头 说道 接着 石金帅的脸上 浮现了凝重的神色 又对石峰开口道 不过听说前些时间 他们星耀城出了一个杀人魔头 差不多把他们家族的强者给灭杀光了 原本他们家族在星耀城是第一大势力 现在因为那个杀头魔头的关系 现在他们家族遭到了各方势力明里暗里的打杀 而那个杀人魔头 体貌特征跟你一模一样 或许是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听到石金帅的最后一句话 石峰转过头看向了他 被石峰这么一看 石金帅凝重的脸上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知道是石峰干的 故意这样调侃下而已 风少 你们这是要去哪 就在这时 石峰与石金帅俩人的身后 突然又响起了一道年轻的声音 石峰与石金帅转过头 映入眼中的是一道白色的身影 身在虚空 长发舞荡 百衣飘舞 潇洒自然 看去如此潇洒之人 来者 自然是雪无痕 第588章楚家的处境 看到雪无痕到来 石峰还未开口 石金帅率先说道 石小兄弟在星耀城有个小相好 听说年龄不大 长得却很是貌美 我正要陪风少前去星耀城 与那小美人一见 雪无痕飞到了石峰与石金帅俩人的身前 顿指住身形 听到石金帅说道小美人 雪无痕双眼一亮 更是来了兴趣 小美人 那就带上雪某一同前往吧 如何啊 风少 雪无痕说到最后一句话时 脸上带着满是笑意 望着石峰问道 本少去星耀城 是有要事要做 你如果想去的话 便一起去吧 石峰说 听了石峰的话后 雪无痕洒然笑道 既然风少这么说 那我自然是要去了 那就走吧 石峰说 说完之后 石峰转身 身形率先移动 再次往传送阵方向继续破空而去 雪无痕望着石峰破空而去的身形 对着石金帅笑道 看来我的这个小师叔 已经迫不及待必想要见他的那个小美人啊 哈哈 听了雪无痕的话 石金帅金色指善轻摇 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说道 想必是了 我们也走吧 走 天蓝帝国 一片未知的地下世界 一条幽黑寂静的小道上 一道身影在缓缓地前行着 而随着这道身影的缓慢前行 两道的两旁 顿时亮起了两团 犹如鬼火一般悬浮着的火焰 而这一左一右的两团火焰 颜色乃是一青一子 在青紫色火焰的照耀下 可以看到行走在这条极静小道上的身影 身着青紫战甲 这人 正是紫青猴紫霄 紫霄面色冷峻 继续在这条地下世界中的极静小道中性走着 而随着紫霄的脚步伸入 小道两旁 一团团火焰开始自动点燃 而这些火焰 全部是一青一子 与紫霄身上战甲的颜色 一般无二 紫霄一步一步 大约行至了半个时辰左右 突然间 有一座紫青颜色的山峰 出现在了紫霄的前方 而在紫霄的正前方 那条小道一直延伸之处 有一葛一人来高 也仅可供一人进入的山洞 出现在了紫霄的视线中 我紫家先祖留下的紫青山 紫青洞 果然是在这个地方 果然是 终于被我给找到了 望到了前方的那个山洞 紫霄冷峻的脸上 顿时间浮现了欣喜的笑容 紧接着 一道黑色的身影 在紫霄的脑海中浮现 刚浮现笑容的紫霄 脸上旋即步上了一层寒霄 显得异常的冰冷 杀气 在紫霄身上 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开 紫家历经多年 紫霄 终于找到了 紫家先祖留下的紫青洞 紫青洞中 世代相传着 由紫家先祖留下的 武道传承 及秘密 随后 紫霄身形一闪 闪进了前方的紫青洞中 天兰帝国 星耀城 池峰 石金帅 血无痕 通过天兰地城的空间传送阵 来到了星耀城中 接着 三人身形破入虚空 往星耀城楚家的方向 破空而去 而在破空的途中 石金帅的首长新处 出现了一枚玉剪 紧接着 玉剪被石金帅给捏碎 就在这时 石封三人身下的建筑群中 突然破空飞出了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大众脸 长相看上去 极为普通的 青年男子 那青年男子来到石金帅的前方 对着石金帅公身抱拳喊道 少主 边走边说 石金帅道 是 那名青年男子硬喝 玄机飞到了石金帅的身旁 几人 几人继续朝着新耀城东边方向 朝着楚家前往 接着 石金帅开口 问身身旁的那青年 听说现在那个楚家已经很是混乱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青年男子回到 自从楚家家族 储著 以及楚家十四名强者死了之后 这新耀城的不少势力 不管以前是否跟楚家结仇的 都打上了这楚家的主意 楚家虽然死了那么多强者 但是楚家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财富 修炼资源都还尚在 令得不少势力也红 听了那青年的话后 石金帅又道 我要你们找的人 现在还在楚家吗 嗯 在 青年男子点了点头 说到 那个楚月 重新在楚家出现后 已经成为了楚家的新任组长 路上 听着那个青年三人说着 不过也很快 石锋几人 此刻已经来到了楚家的上空 不过也就在这时 下方的楚家中 传出了一阵阵的喝沙之声 甚至还有惨烈的惨叫声 从楚家中传来 哦 正在开战吗 望着下方的楚家 石锋开口说道 看来 由于上一次自己来新耀城走了一趟 这楚家确实是不安住了 就连那些建筑群 恐怕都是因为战斗 而坍塌了一大片 走 我们下去 持风淡然开口 说 拳击间 四道身影一同摄入了下方的楚家 楚家 楚家大厅前方的一座宽敞的院落中 此刻已经沾满了一名名舞者 这些舞者人数 一眼望去 明显有数千人 而这些不少舞者的脸上 都带着信念的笑意 望向前方 身在楚家大厅之中的一众楚家人 相比于院落中的这些人 楚家人格格面带愤慨 愤怒 冰朗 望着外面的这些人 这些人中 有不少人曾经处处巴结楚家 讨好楚家 也有些人曾经还受过楚家的不少好处 而如今 趁着楚家衰落 这些人竟然开始趁火打结 黄宏义 你好 你真的很好啊 楚家大厅中 有一个老者 满是愤开地指着人群最前方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 暮声大喝道 黄宏义 新耀城排名第三的势力 黄家的家主 而黄宏义之所以能登上这家主之位 传闻 当年是受了楚家家主 楚著的帮助 面对着楚家老者的怒喝 黄宏义望着他笑了一笑 说道 黄宏义我一直就很好 而如果你们楚家 彻彻底底在新耀城里消失了 黄宏义想 黄宏义我肯定能够更好的 哈哈 哼 想要我楚家灭亡 就凭你们这些人 而就在这时 楚家大厅中 历时又响起了一阵中气十足 愤怒的喝声 发出这阵喝声之人 正是楚家如今的家主 楚悦 第589章 黄宏义的儿子 新耀城楚家 楚家大厅前方的院落之中 黄家家主黄宏义 听到楚悦的怒喝之声后 冷恒一声 不懈地笑道 楚悦 你曾经是为我新耀城的天才 不过现在嘛 哼哼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曾经新耀城的天才楚悦 还在五心五尊敬 现在的你在我眼里 什么都不是杀你 如杀猪狗一般 黄宏义 你 楚悦指着黄宏义 再一次怒喝出声 不过说出你这个字后 楚悦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曾经的自己是位天才 而这黄宏义 年轻之时 远远不是自己的敌手 当时自己对他根本就是不屑 但是 被困死亡禁地那么多年 化为那人不人 鬼不鬼的黑色长毛生物 自己的五道修为 一直止步于五心五尊敬 如今自己回到了新耀城 现在这黄宏义 自己曾经不屑的人 五道修为之上 都已经超越了自己 达到了六心五尊 五尊敬一心一天地 这黄宏义此刻针对自己出手的 自己根本挡不下他的一击 黄宏义 你可不要太嚣张了 我时封大哥已经派人来说了 这几天 便会再次来到新耀城 到时候 你们黄家 你们这些人 定然会为这段时间 对我楚家所做的事而后悔的 就在这时 就在楚悦的身后 一名美丽清纯 貌美的少女娇喝道 发出娇喝之人 正是新耀城的第一美女 楚心 十丰之名 这段时间早已在新耀城中传开 新耀城的人基本都知道 那个灭杀楚家强者 灭绝太家的少年 叫做十丰 楚心喝出了十丰的名字之后 院落之中不少舞者 脸色开始微微变了一变 当日十丰灭杀太家之时 楚柱降临太家 那个少年 当时确实问过楚柱 他们楚家 是不是有叫楚悦跟楚心的妇女 这段问话 当夜在新耀城中 不少人都听到了 站在人群最前方的黄鸿义 脸色也跟着变了一变 紧接着 黄鸿义对着人群沉声喝道 诸位 开宫没有回头见 楚欲两妇女 如果真认识十丰 那我们就更不应该 让楚家继续存活下去 近日 只要将楚家人杀个一个不胜 彻底定灭绝 那十丰 就算再来我们新耀城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楚家的这对妇女 对 没错 我赞同黄家主的意见 嗯 还是按黄家主所说去办得好 要是我们今日退去 时封再来新耀城 这对妇女 岂会放过我们 到时候 我们绝对会后悔的 只有一不做二不休 将他楚家人杀个甘前进进 斩草除根 黄鸿义的话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一个个脸上接连不断地露出了狠色 接着 基本上已经全部人赞成 要将楚家给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接着 一股股气息 在院落之中的这数千人 身上升起 此刻 他们已经准备 对着楚家发动攻击 灭杀这些大厅中的楚家之人 新人 秦英 你们快跑入封印之地去 快 楚越见到情况已经不对 这些豺狼们已经准备动手 连忙回过头 对着身后的楚心 以及站在楚心身旁的一名美貌的富人 贺道 这名美貌富人 也正是曾经在死亡禁地 与楚心一同相遇时封 楚心的母亲 楚越的妻子 秦英 听到楚越的话后 秦英连忙交贺道 不 楚越 我们曾经说过 我们要同生共死 患难与共 我不能走 无论遇到什么事 我都要留下来陪你 一起面对 要走 我们一起走 就在秦英喝声落下之后 楚心也连忙跟着交贺道 父亲 你不走 母亲不走 我也不走 我要跟你一起 跟母亲一起 我们一家人 永不分开 你 你们 望着妻子与女儿美艳的面容上 出现了坚决的神色 听着他们毅然决然的话语 楚越的脸上 浮现了焦急的神色 连忙又贺道 秦英 新人 你们要听话啊 我如今身为楚家家主 身为我楚家的儿郎 如果楚家面临这种处境 我是绝对不能抛下楚家 就这样一走了之的啊 不然日后九泉之下 我还有何颜面 面对我楚家的列祖列宗啊 但是你们不同啊 你们快走啊 只有你们走了 日后才可以为我报仇 为我们楚家报仇 复兴我们楚家啊 楚越 你不走 我也不走 要死一起死 你不在了 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 父亲 我也不走 我们一家人 永远在一起 母女俩人美艳的脸上 满是倔强的神色 秦英 新人 你们 望着这对母女俩 楚越的脸上 焦急的神色更甚 哼 好一幅感人 温馨的画面啊 这时 黄红艺那阴阳怪奇的话语 再一次跟着响起 接着 黄红艺声音变朗 冷冷说道 你们 谁也别想跑 今日 你们都得死 秦英 当年我对你苦苦追求 你却浑然不理 当我是空气 最后竟然投向了这楚越废物的怀抱 今日 我要让你知道 你的眼光是如何的差 曾经你对我不采不理 今日 我要让你高攀不起 曾经 我黄红艺没有上了你 今日 就让我黄红艺儿子 上了你的女儿 就在黄红艺话音落下之时 黄红艺的身旁 一鸣肥头大耳 胖得跟猪 没什么区别的青年 旋即身躯一阵 有些萎靡慵懒的身体 立即挺得笔直 脸上旋即露出了满是欢喜的笑容 嘿嘿 爹 你果然是我的亲爹啊 那肥头大耳青年欢喜说着之时 随后 满是淫欲与贪婪的目光 凝视在了大厅中 星耀城第一美女的楚心身上 狠狠地咽了烟一口口水 得此美人 此生无憾啊 就是下辈子真做投猪 也是完全值得了 肥头大耳的青年 在心中满是开心的想到 一下子 感觉到浑身上下 顿时充满了力量 杀 灭杀楚家 就在这时 黄红一沉声一喝 紧接着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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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喝杀之声 在院落之中的众舞者口中喝喊而出 一道道璀璨的光芒 从这些舞者的身上 兵器上闪耀而起 一道道狂烈的攻击 旋即如狂风暴雨一般间 向着楚家的大厅中轰了过去 第五百九十章十封大哥 你终于来找我了 一道道绚丽的舞技 刀枪剑影 拳影 掌影 腿影 烈焰 风暴 寒冰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向着楚家大厅内轰了过去 望着院落中数千人的攻击轰来 楚家之中 不少人的脸上 露出了慌张 惊恐的神色 不过也有坚定 与不怕死 不过楚家人 也开始发动了攻击 一道道金光 一道道金色掌影 一道道金色拳影 一道道金色剑气 向着前方迎了过去 纵然之道不敌 但也满是不甘心地反抗 楚家如今家主楚月 发出了一声如同雄狮般的怒吼 黄红毅 我楚月今日就是死 也要拉你跟你的剑种儿子下去 黄红毅先前那般对妻子秦英 对女儿楚心的话音 已经彻底地激怒了楚月 望着前方密密麻麻席卷而来的攻击 楚月的身上 爆发起了一抹璀璨耀眼的金光 向着前方急冲而出 双手在截地手印 楚月 父亲 见到楚月独自冲出 请音与楚心满是慌张与惊恐的娇喝之声 再次响起 旋即 两道身影 也旋即跟着飞射而出 追向楚月 我们一家人 要永远地在一起 永不分离 确实没想到 本少一来便遇到了这么一幕 还好 本少没有来晚 不过就在这时 楚家之中突然回荡起了一道悠扬年轻的声音 随后 放入天火降临 一团猛烈的新红色火焰 突然从天而降 降落在了楚家大厅与院落之中 顿时间 楚家大厅门口 燃烧起了一片血红色的火海 一道道狂烈 向着楚家人席卷的攻击 顿时在那片从天而降的火海之下 被焚烧地灰飞烟灭 而楚月原本化为金光 向着大厅外暴冲的身形 见到那片血色火海 感应着血色火海中强大神秘阴冷的力量 身躯旋即顿指而下 而就在这时 那追向楚月而来的两道歉影 也跟着顿指了下来 悬浮在楚月的身后 情音与楚心 母女俩人面面相去 顿时间 脸上浮现了满是欣喜 满是激动的神色 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充斥全身 整个身体 都因为那片血色火海的出现 而彻底地放松下来 与时封在死亡禁地 相处了那么久的母女俩人 自然认得这狂烈 却带着阴冷力量的火焰 母亲 她来了 是她来了啊 母亲 父亲 时封大哥 是时封大哥来了啊 楚家如同见到了亲人的小女孩一般 激动地欢喜大喊道 此刻 已浑然不顾心要成第一美女的形象 是啊 她来了 情音望着前方的血色火海 也跟着笑了起来 不过情音跟楚心不同 笑起来时很是端庄 我楚家 有救了啊 楚越也跟着激动地说道 她虽然没有见过时封的这血色火焰 但是她早就从女儿 妻子的口中听说过 而当时时封坟灭太家时的 也正用这血色烈焰 从今在新耀城 这血色烈焰已经成了一个身份的象征 见血色火海 如见狠人时风 而相对于楚家妇女三人 外面院落之中的数千武者 见到突然从天而降的血色烈焰 见到自己等人的攻击 在那血色烈焰之下 被焚烧得干钱静静 一个个脸色顿时大变 犹如见到了噩梦一般 她 她来了 她真的再一次来新耀城了 而她这一次 是来帮助楚家的啊 快跑啊 很人时风啊 院落中的舞者们 一个个见到那象征着很人身份的血色烈焰 顿时如同老鼠见了猫一般 无数的人 密密麻麻 如同蝗虫过境一般 朝着虚空中飞射 逃离 但是紧接着 虚空之中 突然间一道道森白色剑气纵横 密密麻麻纵横的剑气 仿佛密布成了一张剑网 封锁了整片虚空 一鸣鸣飞入虚空的舞者 顿时在密密麻麻的森白色剑气之下 被切割成四分五裂 一阵阵痛苦淒厉的哀嚎 在虚空不断地响起 而紧接着 虚空中降起了一块块的肉羽 掉落在院落之中 而这些掉落而下的肉块 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 就是血液仿佛已经从肉中被挤干 那些被森白色剑气切割的肉块 血液早已被十分吞噬地干前净净 就在这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院落之中的舞者 已经少了一半之多 原来将近两千多人 此刻 已差不多只剩不到一千名舞者 而满院之中 此刻堆满了一块块干瘪的肉块 看上去一片狼藉 看得人浑身发寒 双腿发软 原本那些还站在自己身旁的同伴 竟然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死成了这副模样 有了虚空纵横的剑气威慑之后 此刻 还站在院落之中的舞者 已经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满是无奈 满是凄苦地望着这片天空 真没想到 狠人 真的来了啊 而这狠人 真的来帮这楚家的啊 想起会跟这个狠人遇到 看到满院子的狼藉 悉惨景象 不少人的心中 升起了后悔之心 楚家世代积累下的庞大修炼资源 固然吸引人 但也得有命用才行啊 现在 不仅得不到一块原石 还可能就此死在这里 而且还得死无全尸啊 在星耀城人民的印象里 死在这狠人手里的 根本就没有过一具完整的尸体 甚至上次星耀城夜里大屠杀 貌似连一点尸体的残渣都没有留下 就在这时 楚家大厅之前的血色火焰 在这时渐渐熄灭 而天空中纵横的森白色渐气 也跟着消散开来 虚空之中 顿时浮现了三道身影 一道金色身影 一道白色身影 而在金色身影与白色身影中间 是一道令人胆寒的黑色身影 狠人时风 大厅之前血色火焰的消散 这时 还在大厅之中的楚星 旋即身形移动 来到了大厅门口 望向了虚空之中 这时 楚星那双如星辰般的大眼睛 紧接着一亮 笑脸也旋即如水仙般绽放开 露出了清纯 美丽的笑容 朝着虚空中招手 满是欢喜地大喊道 石峰大哥 石峰大哥 你终于来了 来星耀城找我了 第591章人性 石峰看到下方 那个因为自己到来 而满是欢喜的少女 也对他露出了笑 说上次我就来找你了 不过那时候你不在 西西 我跟父亲 还有母亲 我们回到新耀城之后 知道你来过 少女再次笑道 石峰身旁 石金帅清摇金色纸扇 望着下方的这个少女 也跟着开口笑着点头说道 真的是一位美丽的俏家人啊 看来石小兄弟的眼光 果然还是不错的 那是自然 风少的眼光 怎么会差 接着 雪无恨也跟着开口点头 这时 下方的院落之中 突然爆发出了一阵怒吼之声 楚心乃是我黄强的女人 谁也别痴心妄想 怒吼声响起之际 怨落之中 一道肥胖的身影 破入虚空 飞向上空 这怒吼之声 这肥胖的身影 正是黄红义的 那个肥头大耳的儿子 黄强 自从前面黄红义对秦英说 今日 就让我的儿子 上了你的女儿 黄强的心中 已经将楚心 认定成了自己的女人 而也就在那一刻开始 黄强就感觉到了 自己的浑身上下 已经充满了力量 仿佛能够战胜一切的力量 虽然他的舞蹈境界 不过是一心舞黄静的喳喳而已 刚才的黄强 看到自己的女人楚心 对着石峰欢笑 那高兴雀跃的模样 瞬间令得黄强心中暴怒 而暴怒之时的黄强感觉到 自己本就充满力量的身体 力量好像一下子已变得更为的强大 飞向上空之时 黄强抬头着 对着上空的石峰 再一次发出了一声怒吼 能战胜九星五尊敬楚柱那又如何 今日我绝世天才黄强 便要创造天恒大陆从未有过的神话 越即挑战 以我一心舞黄静 灭杀你这个强于九星五尊战力的嚣张之人 啊 说到最后一句之时 黄强用尽全身之力 爆发出了响彻天地的怒吼之声 声音 回荡天地之间 黄强这死肥猪 他难道疯了不成啊 就他 竟然也去挑战石峰那的狠人 这小子 脑子一直就太不好啊 蠢货 快给我回来啊 快给我滚回来啊 怨落之中 连忙响起了黄弘异的爆吼之声 声音中满是愤怒与焦急 自己的儿子几斤几两 他自然是清楚无比 没想到这个蠢货 竟然破空飞向了石峰那的狠人 这绝对是找死的行为啊 暴力虚空的石峰 望着下方的那道肥胖的身影飞来 还大言不惭地说要跃及挑战 灭杀自己 石峰右手凝结剑指 只对着下方一指 啊 顿时间 一阵真如杀猪般的凄厉吼叫 响彻了这片天地 那原本怀着满是信心 全身充满力量的胖子黄强 浑身上下 顿时燃烧起了血色烈焰 在血色烈焰的焚烧之下 黄强整个肥胖的身躯 痛得在虚空中不断地翻滚 紧接着 血色烈焰蔓延至了黄强的全身 而黄强翻滚的肥胖身躯 一动不动 那杀猪般的吼叫声 顿时间也跟着静止了下来 只有那一团血色红的火焰 在虚空中静静地燃烧着 不 强人 望着虚空中没有了声音与动静的血焰 黄家家主黄弘异 顿时仰天 发出了一声满是悲痛的大吼 这儿子 虽然肥胖 虽然是个废物 虽然没用 但也毕竟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啊 自己可是对他做过亲子鉴定的 这确确实实 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自己 可是要靠他传宗接代 传承黄家香火的啊 可是 他竟然就这么死了啊 这是要我黄家绝后啊 虚空之中 那燃烧的血色烈焰 渐渐地引入了空气之中 血色烈焰消失 果然也如所有人预料的一般 黄家那肥胖的黄家 一点残渣都没有在时间留下 强人 我的强人啊 我黄弘异 唯一的亲生儿子啊 黄弘异继续满是悲痛地仰天大吼着 见到黄弘异这副悲痛的模样 人们还以为这时候的黄家家主黄弘异 会为他儿子报仇 而冲上虚空与那狠人拼命 但是出乎意料的 人们看到 那黄弘异 双膝一弯 身子一低 竟然朝着虚空的那道黑色身影 跪了下去 而紧接着 黄弘异的脸上 出现了满是可怜 满是凄苦的模样 对着上方的那道黑色身影苦苦哀求道 我儿子啊 我唯一的亲生儿子黄强死了啊 我黄家不能没有香火 不能绝后啊 不然 我黄弘异就是黄家的罪人啊 我死后 无脸去见我黄家的列祖列宗啊 求您饶恕我吧 只要留我这条命 我黄弘异 今后愿意为您做牛做马啊 以前看不出 这黄弘异 这么贪生怕死 这么不要脸的啊 如今到了这种地步 黄弘异 还有我们 还有选择吗 这可是 灭杀了楚著的狠人啊 如今 想要活命的话 也只能祈求了 哎 从小到大 除了父母长辈 我还没有给其他人下跪过 确实没有想到 今天要跪了 哎 如果下跪能捡回一条命的话 下跪又能怎么样啊 跪吧 跪吧 紧接着 院落之中一个个舞者 突然全部学着黄弘异的模样 双膝一弯 对着虚空中的那道黑色身影 跪了下来 接着 一道道求饶的声音 不断地响起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啊 求您饶恕我吧 今后 我也愿意为你做牛做马啊 今后 我王元奎的命 就是您的了啊 我愿意任您做干爹啊 只要您放过我啊 一鸣长着落腮狐 满是粗犷的中年汉子 满是诚恳的模样 对着虚空中的那道黑色身影求饶道 王元璋 曾经在星耀城中 人称铁汉子王元奎 确实没有想到 此刻为了活命 竟然让人做跌了 大跌了在人们心中铁汉子的形象 放过我吧 放过我啊 我的老婆 我的女儿 都是一等一的美女啊 特别是我女儿 不必这处心差多少啊 只要你放了我 我的老婆 我的女儿 你什么时候想睡 就可以去睡啊 一个看似老实的中年人 星耀城中 人称千千君子段飞云 确实说出了这么一番如同禽兽般的话语 不过她的这番语 见到过段飞云老婆跟女儿的人 觉得倒也确实是诱惑人 只要你不杀我 怨落之中 一个个为了祈求活命 不少人渐渐地撕开了平日里卫装的面具 第592章血验大掌印 星耀城 楚家 一个个跪地向着上空的时风求饶 不过其中 也有些硬气之人 站立在地面 死不下跪 先前有一个为求活命 说出贪生怕死的话语 说出畜生才说出的话语外 也有些人祈求时风 愿意以自己的命 比兄弟的命 比儿子的命 一幕幕感人的画面 也随之出现 不过虚空中的时风 俯视着下方这一千左右的人群 面上带着淡然之色 仿佛对这些人的所作 无动于衷 接着 时风缓缓开口 说道 好了 你们这些人 不用再这样了 今日 你们想要灭杀我的朋友 就应该为你们的行为 所付出代价 所以 全部都去死吧 持风淡然的声音 在虚空中响起 这句话一出 就等于直接宣判了下方这些人的死刑 随后 一道巨大 全有血色烈焰凝聚的大掌印 在虚空中出现 将下方楚家的整个院落 将那一千人群 都给笼罩在了其中 随后 血焰大掌印 猛然压下 望着上空压下的血焰大掌印 紧接着 院落中的舞者 一个个脸色大变 骇然失色 在那血焰大掌印上 他们感受到了一股令他们心计 身躯战斗的力量 在那血焰大掌印之下 令他们感受到了完全的反抗之力 血焰大掌印 恐怖如斯 不啊 我都求饶啊 向你下跪求饶的啊 你怎么还不放过我啊 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向人下跪 你竟然还是如此的乐毒 还要置我于死地啊 我都向你下跪 向你磕头啊 你还要灭杀于我 我就是变成厉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啊 你一定会不得好死 死得比我还要痛苦十倍 百倍 却焰大掌印一出 下方的院落之中 木合声 骂声 诅咒声一片 这片出生之人 都是向着石锋下跪之人 自己向他下跪了 他竟然还要杀死自己 在他们的意识中 仿佛他们做错了事 只要下跪 只要一副真诚的模样 请求原谅 就应该获得原谅 而他们却是没有意识到 如果那的狠人石锋 没有到来 那么现在的他们 可能已经凶残地 杀光里面的 楚家之人 然后分掉 楚家的修炼资源 尽管楚家之人 向他们下跪 磕头求饶 他们 也一定不会有人 放过那下跪的 楚家人 却焰大掌印 急速压下 这时 院落之人 也有不少人 满是不甘心地 开始了反抗 发动一招招五计 发动一道道轰击 轰向那血焰大掌印 为生存球的生机 但是 在那强大的血焰大掌印之下 一切攻击不过是徒劳 紧接着 只听楚家的院落之中 发出了轰地一声 一道轰鸣巨响 巨大的血焰大掌印 已经轰在了楚家的院落之中 转瞬之间 便吞噬了那千条活生生的生命 楚家院落中 此刻一大片血色火海 在熊熊燃烧着 散发着强大的力量 散发着一阵阵 诡异阴冷的气息 而这时 原本喧闹的楚家院落 如果那燃烧的血色火海之外 已经变得一片寂静 寂静无声 看到这一幕的楚家人 已经知道 那些今日侵略楚家的人 已经在这血色火海之下 全部丧生 楚家大厅中 不少人面露复杂地 望着院落中 燃烧着的这血色火海 望着院落上空的 那道黑色身影 楚家上任家族楚柱 以及楚家的14名强者 传闻就是 死在了那血色火焰中 死在那黑色身影的手上 因为这血色火焰 令得楚家这段时间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令得楚家差点灭亡 而没有想到 今日也是因为这血色火焰 那道降临在虚空中的黑色身影 解救了楚家的这场危机 哎 也有人发出了叹息之声 说到 要是当日 楚越归来 前家主楚柱将家主之位 还给楚越 大家全心全意地 威我们这个楚家 楚柱也别去管那太家的闲事 那么我们楚家 还是原来那个强大的楚家啊 是啊 想我楚家当日在星耀城是何等的强大 要是当时我们的那个楚家 这些萧小 岂敢来犯啊 这一个个人 哪敢在我们楚家人 露出了平日里那一张张伪装的脸 大家记住了啊 今后 我们一定要团结啊 再也不可以内乱了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以先祖留给我们的五道血脉 今后 我们楚家 一定能重回昔日的辉煌 嗯 团结 我们一定要团结啊 一定要谨记此次的教训 楚家的大厅之中 楚家人一个个面露坚定的神色 楚家大厅外熊熊燃烧的血色火海 在燃烧了片刻之后 全树向着虚空之中席卷 席卷向了那道黑色的身影而去 到血色火焰一触及那道黑色身影的身躯 便被他的肉身给吸收 在过了片刻 楚家院落中的血色火焰已经全无 而楚家院落 那千名武者 那干瘪的残肢断壁 干瘪的肉块 也已经在血色烈焰中 消失地干潜净净 假如有谁刚出现这里 看到这样幽静 清静淡雅的楚家院落 并然想不到 就在不久之前 就是在这里 死了两千多名武者 还被血色烈焰给焚烧过 池峰以血色烈焰焰焚烧 焚烧的只是那些侵犯楚家的武者 楚家的一草一木 都没有遭受过血色烈焰的伤害 死了 全部都死了 楚家大厅之前 少女楚心有些愣愣地望着自家的院落 没想到 在她的力量 在她的血色火焰之下 这些原本要将自己家人给杀光的恶人们 此刻全部遭受了惩罚 楚心心里也很明白 她之所以出手 之所以杀光那些恶人们 全是因为自己 楚心缓缓地抬头 望向了奥利虚空中那道黑色身影 对着石峰表示真诚地感谢道 石峰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 又救了我的家人一次 真的谢谢你 你我相识一场 这对于我来说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如此客气了 去空中的石峰回应道 杀害了这两千多名武者 对于石峰来说 确实举手之劳 第593章少女长大了 石峰身形一动 降落在了少女楚心的身前 望着那张美丽依旧的翘脸 石峰开口 说道 此次来星耀城 我有一件事需要你们的帮忙 嗯 需要我们的帮忙 你还会有事 需要我们的帮忙 听到石峰的话后 少女的美艳的脸上 出现了疑惑的神色 在他认为 眼前的这个少年 已经强大到了他难以想象的地步了 就连自己家族的前任家主楚柱 都被他给杀了 自己还有什么事情 可以帮得上他呢 这时 离石峰与楚心不远的楚月 开口说道 石兄弟与我楚月 与我楚家有大恩 有什么事尽管说就行了 只要我楚月帮得上的 定然赴汤到火 在所不惜 对于其他楚家人 楚柱被这少年所杀 或许心里存在着恨意 但是对于楚月来说 楚柱被他杀死 那也是对自己的大恩 楚柱 不但夺取了他的家主位置 他们三人这次回楚家后 更是想置他们一家三口于死地 嗯 没错 这时 站在楚月身旁的秦英也跟着开口 只要帮得上的 我们定然全力去做 你对我们的大恩 我们一家人 永世不忘 上次我去找你们 临近你们家族的封印之地时 感应到了一件对于我来说 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 我想进入你们家族的封印之地一趟 持风如实说道 进入封印之地 听到时风说要进封印之地 楚月的脸上 露出了围巾 与犹豫的神色 楚家先祖早有祖训 封印之地 除了楚家家主之外 其他人不得善入 更何况的一个外人 不过紧接着 楚月脸上的犹豫之色一扫而光 眼前这人 是对自己有大恩之人 要是没有他 自己如今或许还在死亡境地 变成那认不认 鬼不鬼的东西 自己的妻子 女儿 也早就死亡境地身亡 哪会像如今这样 一家人团聚 更何况 要不是这人 今日楚家 估计也已经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给灭族了 这人不仅救了自己的一家三口 还救整个楚家 想必就是先祖全下之道 也定然会答应的吧 楚月在心中暗暗说道 接着 楚月对时封印允道 使兄弟要入我楚家的封印之地 自然是没有问题 楚家之人听到楚月的话后 面面相去 特别是楚家的几位年老的长者 楚家一训事有传下 楚家主外 其他人不得入封印之地 要是换成一般人 得到了楚月答应进入封印之地 这些老头 或许早就怒斥楚月 不遵祖宗遗训 枉为家主 但是 现在在楚月面前 楚月答应的这人 可是很人实风 谁敢出言反对 谁会嫌弃自命长 那千名武者 被一道血验掌印及杀成渣的那一幕 可是还历历在目 听到时封要去封印之地 这时 楚家少女楚心 连忙说道 时封大哥你要入封印之地啊 我对封印之地也有些熟 我带你去吧 听到楚心的话后 楚月说道 新人 你不要去了 你跟母亲就待在家里 有我带时兄弟过去 其实对于真正的封印之地 楚心并不熟 而楚月知道 时封要进入封印之地的话 定然要进入哪里面真正的封印之地 楚心如果去的话 楚月怕他跟着十封一同深入 到时候 怕他有危险 可是 我 我想去嘛 听到父亲不让自己去封印之地 特别是不想让自己跟着这个少年一起去 楚心嘟着嘴 对楚月撒娇道 好了新人 你要听话 父亲不让你去 自然有不让你去的道理 这时 美貌妇人秦英来到女儿楚心身旁 也跟着开口 对楚心说道 夫妻一条心 秦英自然明白楚月的想法 而且也怕这丫头 到时候真的跟十封一起 渗入那危险之地 母亲 怎么连你也不让我去啊 听到母亲的话 楚心更加的失落 接着说道 那我 那我送十封大哥到封印之地 我不进去 那总可以吧 这个 听到女儿这么说 秦英望向了丈夫楚月 见到楚月对着自己 微微地点了点头 答应女儿道 好吧 那你就送你的十封大哥 到封印之地吧 说完之后 秦英在心中一声暗叹 看来 自己的这个小丫头 真的长大了 少女怀春 秦英已经看出 自己的女儿 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而作为母亲的她 明显地看出来 自己的女儿 对那少年很有好感 不过话有说出来 如此天骄 年纪轻轻 武道便有如此成就 日后的成就 更是难以想象 这样的少年 又有哪个女子不心动呢 接着 就在这时 十封手中抛出了一枚青色玉剪 丢向了少女楚心 楚心伸手一招 将玉剪接在手中 然后望着那枚青色玉剪 脸上满是疑惑的神色 望着十封 这是 今后你们若是有事需要帮忙 只要你捏断这枚玉剪 我定然第一时间赶过来 十封说 听到十封的话后 楚越 秦英俩人相识 脸上大喜 不仅是他们俩人 就连楚家之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喜色 有这玉剪的话 如果楚家再遭受了那些心怀不轨之人的围攻 那么 就可以捏碎这枚玉剪 找着少年前来帮忙了 这 太好了 新人 快把玉剪收起来 快谢谢十兄弟 这时 楚越连忙开口 对楚心说道 谢谢十封大哥 楚心小心翼翼地将那枚玉剪放入自己的储物戒指之中 对十封谢道 随后 十封望向那些楚家之人 对他们说道 你们可以放出消息 就说这楚家 今后有我十封庇护 谁要是再对楚家心怀不轨 我十封定然不会放过他 是 是 好 听到十封的话后 一位楚家老者连忙跟着点头 接着 对楚家的一名中年人说道 小五 这事就由你去做了 是 堂熟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那中年人听到那楚家老者的话后 连忙应道 对着楚家人说完那些话后 十封不再理会他们 目光转向楚月根出现 说 走吧 我们去封印之地 第594张古老的钥匙 十封 十金帅 血无痕 楚月 楚心无人 朝着封印之地破空而去 这时 十封问向身旁的楚月 道 对于你们这封印之地 你知道的有多少 听了十封的话后 楚月摇了摇头 苦笑道 其实 对于这封印之地 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 十封的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 上一次他来到这新药城时 他们一家三口 明明是遭到了楚著的追杀 躲进了这封印之地 见到十封脸上出现的疑惑之色 楚月之道 十封心中所想 对十封解释道 我们三人 上次所进入的封印之地 其实也仅是外面 并不是真正的封印之地 哪里 是我们楚家先祖 布置的一个修炼之地 而修炼之地中 有一条通道 进入那条通道 一直深入 才是我们楚家真正的封印之地 据说 那封印之地 数千年前 被我们楚家先祖 封印着强大邪恶的存在 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入过 自然不知道 哪里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存在 原来是这样 十封点了点头 说 随后 五人到达了楚家后方 十封上次所见的那座光秃秃 生机全无的小山坡 紧接着 五人一同身躯悬浮在这小山坡的上方 俯视着下方的小山坡 这时 雪无恒开口说道 我感应到下方 有一股强大神秘的力量 我如今步入了五圣境 都感应不出这力量 到达了何等境地 雪无恒的话一出 楚越跟楚心猛然一惊 却是没有想到 这个跟随而来的白衣青年 竟然是一名五圣强者 特别是楚越 先前就关注过雪无恒 但是以自己的舞蹈修为 根本就看不出雪无恒 到底是何等级的强者 只觉得他身上的气息 如同大海般无穷无尽 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比拟 现在听雪无恒这么一说 竟然是一名五圣 一个如此年轻的五圣啊 紧接着楚越跟楚心 因为雪无恒的自暴修为 对于石峰的身份 他们更是看不透了 在望向石峰时 已满是震惊 雪无恒与另一金袍青年 一直是处于石峰的两旁 很明显 他们是以石峰为主 而一个五圣强者 都一直处在他的身旁 那么这个少年 又是何等尊贵的身份啊 如今 先前星耀成就传开 他灭杀了九星五尊敬的楚柱 那他如今的五道境界 如今的力量 又到达了何等境地啊 难道 他也是五圣了啊 比这白衣青年 更加年轻的五圣 如果让楚家妇女知道 这石峰不仅在这星耀成 灭杀了他们家族的楚柱 更是在天兰地成 灭杀了十大强者排名第八 龙虎宗的天才少主 五圣敬的王从 不知道他们又会是一副怎么样的精彩表情 接着 雪无痕望向楚越 说道 这是你们先祖部下的力量结界吗 你们的先祖 当时到底达到了什么境界 听到雪无痕问起了自己楚家的先祖 楚越惊讶的表情缓缓消散 换上了一副傲然的神色 说道 当日我楚家先祖的境界 传闻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具体在什么境界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 我们楚家后人推断 先祖当年的境界 应该达到了五帝之境 五帝静马 听了楚越的话后 雪无痕又是感应了一下下方无形 神秘 强大的力量 然后点了点头 说道 应该已到五帝 不过 雪无痕的样子也不是很确定 转过头望向了时封 问道 封少 依你看 这道结界的力量 到达了何等境界 九星五圣巅峰 离五帝静 还差一步之遥 十峰开口回道 不 不 听了十峰的话后 楚越与血无痕 同时发出了一声清末之声 接望着十峰 楚越开口道 十兄弟为何如此肯定 我楚家先祖是在九星五圣巅峰 而不是五帝静 在楚越认为 十峰就算在妖孽 在逆天 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 无法达到那种境界的人 自然无法真切地感应出那种境界的力量 而对于楚越 对于楚家而言 自己先祖的强大 可是意味着楚家的荣耀 自然是觉得先祖越强大越好 九星五圣巅峰 虽然与五帝只差一步之遥 但就这一步 没有达到辩识圣 迈过去了辩识地 两者的力量 他们楚家的荣耀程度 根本是无法比拟 在楚家人的心中 早就默认了自己曾经那位强大的先祖 是奥式天下的五帝强者 听到楚越的问话后 十峰也没有过多地解释太多 只是淡然地回应道 我可以感应得出这节节的力量 当年那人布这道节节之时 在九星五圣巅 你能感应得出吗 楚越低南地应了一声 虽然心中不幸 但也没跟十峰在这问题上纠结下去 毕竟 这人可是自己一家三口的大恩人 是楚家的大恩人 随后 楚越笑着说道 好了 我们不谈这个了 现在 我就开启这进入封印之地的通道 说着之时 楚越右手一个翻转 一枚看似古老的金色钥匙 旋即出现在了楚越的手心之中 楚越左手结地一道古老玄傲的手印 这时 右手手心中的金色钥匙 受到了手印的影响 闪耀起了金色的光芒 与此同时 散发着金光的钥匙 缓缓地升起 离开了楚越的右手手心 也就在这时 楚越的右手 也开始凝结起一道古老的手印 右手结印与左手结印 顿时凝结在了一起 手印不断地开始变换 一道道金色光芒 从楚越的双手手印中飞射而出 飞射向了那枚已经升到了 楚越眉目前金色钥匙 随着楚越的金光打出 那枚古老钥匙闪耀而起 金色光芒越来越甚 越来越刺眼 整片虚空都已经被金光染成了一片金色 金光灿灿 开而就在此时 楚越晨声一喝 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古老钥匙 突然猛然一颤 化为一道金色光芒 犹如一颗金色流星一般 在虚空中急速滑行 落向了那座看上去生机全无的小山坡 第595章灵中实景 金色钥匙犹如流星一般 射入那座光秃秃 没有生机的小山坡后 小山坡中 照射出了一道庞大的金色光束 射向虚空中 照射在了楚越的脚下 而若仔细望去 便可看到那照射来的金色光束中 一条仿佛黄金打造的台阶 在这金色光束中若隐若现 一直从楚越的脚下 延伸至下面的那座小山坡 黄金台阶出现后 楚越停下手印 转过头对石锋说道 我们下去吧 嗯 石锋点了点头 楚越率先踏入了那金色光束之中 接着楚星跟在其后 再接着 石锋 石金帅 雪无痕 都踏进了那金色光束 踏着那黄金台阶 一步一步 往下走去 北多久 下方的那座小山坡 离得五人越来越近 顺着那黄金台阶 五人相继跨入了那小山坡的山顶之中 当五人刚踏入山顶的那一刻 周围的景象 突然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换 从外界来看 这是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坡 但是当他们真正到入之后 才知道这里别有洞天 五人身处在了一个幽静的山谷 一片鸟语花香 远处 一条小溪在涓涓流动着 传来了干净清澈的流水之声 不过最令人感觉到不同的是 这里的天地元气 明显比外界浓郁太多 好高明的幻树啊 望着这片山谷 雪无痕发出了感慨之声 听到了雪无痕的感慨之声 楚越的脸上 又出现了傲然之色 说道 这是我楚家先祖布下的幻树 说到这时 楚越便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他那模样 就好像这幻树 是他布下楚越布下似的 就在这时 楚越伸手一招 山谷之中 飞射来了一道金光 飞射来的金光 正是那枚古老的金色钥匙 飞射置了楚越的手心之中 便被楚越握住 放回到了储物戒指之中 随后 楚越对着石峰三人介绍 这座山谷 乃是我楚家先祖布置的修炼之地 进入封印之地的入口 就在这里 楚越说到最后一句时 转过头望向了石峰 说 嗯 凡请带路吧 石峰对着楚越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楚越对石峰点了点头 随后 石峰转过头 望向了女儿楚星 开口说道 新人 你答应父亲跟母亲的 就送到这里 后面 你不要跟进去了 啊 听到楚越的话后 楚星喊了一声 脸上露出了失落的神色 原本还以为父亲将这事给忘记了 自己可以偷混进去 却是没想到父亲还记得这事 好吧 楚星最终嘟着嘴 低声地答应道 接着 他望向石峰 开口说道 石峰大哥 父亲不让我进去了 那我就在这里 等你们出来哦 嗯 石峰对着楚星点了点头 随后道 我们走了 接着 在楚越的带领下 石峰三人跟着楚越 往这山谷中深入而去 留下小丫头楚星待在圆的 望着渐行渐远地几人 望着那道黑色背影 渐渐地消失在了自己的视线之中 哎 望着那人消失 楚星发出了一声悠悠轻叹 在楚越的带领之下 几人进入了一条幽深林间小道 不过几人也发现了 跟随着楚越越是深入 光线已经变得越加的昏暗 甚至 还有些阴冷的气息 这种感觉 感受着阴冷的气息后 石峰与血无痕 这时突然出生 随后 俩人相望了一眼 俩人 都是修炼至阴至寒的功法 九幽冥功 已经感应出了这股阴冷的力量 乃是死亡的阴冷之系 难道这封印之地 封印的是死亡生物不成 石峰眉头为皱 暗自低难 不过按照这传过来的阴冷气息 石峰并未感觉到 是有多么强大 随后 石峰右手之中 血色光芒一闪 化为剑纹的血色长剑嗜血 出现在了石峰的右手之中 这时的嗜血剑一出现 便开始了剧烈的战动 发出了颤鸣之声 这时 感应到了圣剑碎片 越来越近了 才发出了如此的大的动静 这时 一行人都注意到了石峰手中出现的剑 再颤鸣着 石金帅开口问石峰道 石小兄弟 你这剑是怎么了 我来这里 寻找的便是这柄剑的碎片 现在 他已经感应到了那碎片 已经离得越来越近 才会如此 石峰回答道 什么 听到石峰的话 楚越脸上一惊 说道 我楚家的这片封印之地 竟然有你这件的碎片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听了楚越的话 石峰摇了摇头 说 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反正我这件的碎片 就在这里 等我们进入之后 到时候就能知道了 嗯 楚越点了点头 然后 几人一同在往真正的封印之地 深入着 没多久 便走出了那条幽长的林间小道 这时 他们进入了一片没有任何光线 先知先前的林间小道 更加幽暗 更加阴冷的森林之中 而就在他们前方的不远处 几人望到了一口石井 石兄弟 真正封印之地的入口 就在哪里 楚越指着前方的那口石井 对着石峰说道 到达了这里之后 石峰手中的嗜血剑 已经战斗地比之先前更加的剧烈 看来那圣剑碎片 应该也在那真正的封印之地中 而先前感觉到的那股阴冷气息 也变得更加的清晰 没错 这里面 确实是死亡生物 到的现在 石峰也已经越加的确定 我们过去看看 石峰说 嗯 几人接点了点头 然后一同朝那口石井走了过去 四人 站在了石井的四周 低着头 望着下方 这时 他们看到 这口石井没有井水 一片漆黑幽深 一眼看着 仿佛根本就没有镜头一般 碰地一声 石峰的左手指尖之上 燃起了一簇如主火般的森白色火焰 接着 石峰屈指一弹 将那簇森白色火焰弹入了这深井之中 向着下方落去 不过 就是几人的视线之中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那簇森白色的火焰 越离越远 渐渐消失 这井 到底有多少声啊 望着那簇森白色火焰消失在黑暗中 石金帅感慨说道 第596章长发盖脸的白衣女人 这井 到底有多少声啊 望着那簇森白色火焰消失在黑暗中 石金帅感慨说道 不清楚 听到石金帅的话后 楚越摇了摇头 然后说道 进入这封印之地 我最多只走到过这里 至于这井有多深 这下面的真正封印之地之中 到底有什么存在 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楚家的先祖也有过疑讯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允许我们楚家之人 进入这石井之中 就是身为楚家家主 都不行 听到楚越的话 石锋说那你便送我到这吧 金帅 你也留在此地等我 无痕 你跟我一起下去 嗯 石金帅听到石锋的话后 点头印道 这里面 他的武道境界最低 跟石锋与血无痕 这样有武圣战力的强者 根本无法下去 自己下去这封印之地 或许会给他们添乱 还不如就留在此地 不过楚越听到石锋的话后 连忙开口 跟着解释道 石兄弟 你是误会在下了 我们楚家的先祖 确实有这个疑讯 但是石兄弟你对我楚某一家 有多次救命之恩 如果兄弟你下去的话 楚某定然要下去相助 不用 听了楚越的话 石锋摇了摇头 道 以你的力量 下去也不一定能帮上我什么忙 反而可能会拖我后腿 石锋的话 令得楚越的脸上 露出了甘大的神色 轻轻的 的一声 感情人家本来就没有想让自己下去帮忙的意思 怕自己拖了他们的后腿 不过仔细想想 确实也是如此 这俩人 可是武圣境的强者 而自己的武道修为 不过在武心武尊境而已 我们走吧 池峰对着血无痕说道 嗯 血无痕应了一声 旋即间 俩人身形一动 由石锋率先跃入了那石井之中 然后向着那石井未知的地狱 掉落而去 森林之中 石金帅见到楚越的脸上 还是录着先前的尴尬之色 旋即对着楚越一笑 说道 老楚啊 他那人说话就是那么的直接 不要放在心上 以后慢慢习惯就好了 兄弟我 就是那样过来的 听了石金帅的话后 楚越跟着一笑 说道 哈哈 石兄弟对我老楚一家子 有多次救命之恩 那么些小事 我老楚怎么会放在心上啊 石金帅听了后 想了想 觉得也是 石锋不仅对楚越 有多次救命之恩 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曾经就算被他诚实的话语 打击过几次 自己哪又会将那些小事 放在心上啊 救命之恩 让自己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恩比天高 石锋与血无痕 跳入井中之后 只觉得身躯一直在往着下方的黑暗中 不断下坠 现在也不知道下坠了多久 仿佛这井的深度 无穷无尽 根本就没有个头 不过下坠的俩人也感应到 越往下方深入 那阴冷的气息 已变得愈加的浓烈 此时此刻 仿佛坠入至了冰窖一般 而石锋手中的嗜血剑 也开始颤鸣地越来越厉害 已经离得那圣剑碎片 应该也是越来越近了 又是不知道过了多久 啪嗒一声 石锋的双脚 开始落在了平时的地面之上 再紧接着 就在石锋的身旁 白色身影的石金帅 也是跟着到来 双脚落地 证明俩人已经进入来到了那口石井的底部 周围是一片幽黑 根本没有半点光亮的世界 不过 对于俩人的目力来说 黑暗 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视线 目光扫视四方 俩人现在身处的 像极了一个枯井的底部 空间狭隘 双脚之下 是一片干涸 甚至是已经干裂 好像没有很久接触过水分的泥土 不过很快 俩人的目光 凝视在了一扇 漆黑如墨的木门之上 现在这里的气息 比之先前已经变得更加的阴朗 但是 俩人也是明显地感应到 那阴冷的气息 正是从那扇木门上传过来 这木门之后 应该别有天地 雪无痕开口 对着石锋说 应该是 听了雪无痕的话 石锋点头 不过紧接着 石锋又说道 应该也是这扇木门上面的正法力量 封印着那方天地的死亡生物 让他们出不来 石锋早就注意到了 在这扇漆黑如墨的木门之上 刻满着一道道密密麻麻 悬疑古老的符文 不过这木门上的正法 应该由于悠久的岁月 力量大部分已经流失 雪无痕也注意到了那上面的符文 点了点 嗯 石锋在这木门上凝视了一会儿后 接着 双手开始结印 一道道森白色 如蝌蚪一般的符文 从石锋的手印中飘逸而出 向着那扇漆黑的木门飘了过去 看到石锋截地手印 然后飘逸出的符文 雪无痕跟着一惊 说道 传闻幽明师祖在正法上 也颇有研究 但我的那些师伯们 得到师祖正法传承的 却是没有几人 按师父的话说 是他们悟性不够 幽明师祖的正法传承 没有正法上的天赋 是无法学到的 却没想到 我的小师祖 竟然得到了师祖正法的传承 传闻死亡大帝林叶峰师伯 有依绝迹教万师大振 便是幽明师祖传下的绝世正法 接着 随着石锋手印中一道道森白色符文 向着那扇黑色木门飘去 渐渐地 雪无痕看到那扇黑色木门上的那些符文 竟然开始渐渐地 变得模糊起来 而就在这时 只听石锋一声低喝 开 顿时间 那扇黑色木门 向着两边趴地一声 轰然大开 不过就在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雪无痕突然看到 有一个穿着白衣 低着头 弓着身 黑色长发如杂草一般 全部盖在了脸上 身前 一直到达腿部 令得自己根本看不到面目的女人 出现在了前方 从这装束 从这打扮 雪无痕自然而然地判断出了 这应该是一个女人 而也就在这时 呜呜呜呜呜呜呜 隐隐地 一声声怪叫声传了过来 这怪叫之声 像是女人淒厉的哭泣之声 接着 那女人 也跟着缓缓地动了起来 动作看上去很是僵硬 双手渐渐成爪 不过此刻 突然挖地一声淒厉无比的大叫 那女人向着石峰 如同发了狂的野兽一般 猛然扑了过来 第597章群诗乱舞 那看不清面目的白衣女子出现后 甚至发出怪叫猛烈扑来 石峰与雪无痕的脸上 并未出多大的变化 在他们眼中 这东西根本威胁不到他们 这是 女鬼 望着那白衣女子 雪无痕低难道 不过紧接着 雪无痕又摇了摇头 说 不对 这是一句阴尸 雪无痕的声音虽低 不过石峰还是听在了耳中 石峰道 没错 阴尸 一句四肩王级的阴尸 阴尸 或尸体天生特殊 或受环境地域影响 比如一些阴绝之地 绝煞之地 阴煞之地 尸体产生变异而生 一般普通阴尸 受天赋限制 等阶最高 也不不能进化至四肩王级而已 像石峰两人眼前的这句女阴尸 就是一句普通的阴尸 如今这四肩王级 对她来说就已是极限 没有什么意外 没有什么天才地宝之下 基本已是不可能再往下进化 石峰跟血无痕说话之时 那句阴尸已经铺置到了身前 石峰抬起右脚一踹 一脚踹在那句阴尸的身上 将他给一脚踹飞 而就在这时 石峰屈指一弹 一道森白色的符纹 被他从指尖弹出 飞射向了那句还正在倒飞的阴尸 噢 森白色的符纹 射中了那句阴尸 那句倒飞的阴尸 顿时顿在了虚空之中 仰天发出一声怪叫 惨嚎之声 接着 那句阴尸很快安静了下来 身躯渐渐地飘落向了地面 这句阴尸 已被石峰打入了印记 彻底降服 本来一具四肩王级的死亡生物 石峰直接灭杀掉算了 但是 这却是一具阴尸 虽然只是普通的一具王级阴尸 成长已经很是有限 但时峰收集起来 今后如药布万师大阵杀敌 用阴尸布下的万师大阵 威力根本不是普通的尸体能够相比 而阴尸的等阶越高 布下的万师大阵的威力 也将越为强大 对于修炼万师大阵的九优一脉来说 阴尸绝对是一具难求的宝贝 降服了那具白衣 长发带脸的殷尸之后 石峰朝前走去 走到那具殷尸身前之时 左手手心朝向了那具殷尸 突然间 一道血色光芒在那具殷尸身上闪耀而起 那具殷尸 被石峰吸入到了血色石碑的世界之中 这事 石峰身后 血无痕望着那具殷尸血色光芒一闪 突然消失 脸上浮现了惊讶的神色 这 这 难道我这小师属 身怀远古时期的神器不成 对于远古时期的神器 血无痕也是有所听说 传闻远古时期的神级数脸师 可炼制神器 在神器里开辟一片空间 难道我的幽冥师祖 生前获得了神器 传给了我这个小师属 对于曾经天恒大陆的第一次 自己的师祖幽冥 在徒孙雪无痕心中 已差不多接近于神的存在 像师祖那样的人物 获得远古之时的神器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雪无痕 觉得石峰身上真的有神器的话 定然是师祖生前获得 然后传给他 接着 雪无痕看到石峰降服了那具殷尸之后 身形走动 朝着那扇敞开的大门走去 这时 雪无痕也连忙跟上 不过在等他看到石峰刚走出那个大门时 见到石峰的身形 突然又顿在了大门口 站在大门口一动不动 这时 雪无痕也走了大门 站在石峰的身后 突然间 雪无痕的脸上 露出了满是惊讶的枝色 用力倒吸了一口凉气 再次开口 说道 殷尸 竟然是这么多的殷尸 而且全是 四阶王级殷尸 出了那道大门 此刻石峰与雪无痕的前方 是一片仿佛发生了旱灾 大地都干裂 布满密密麻麻裂缝的大地 而就在这些大地之上 行走着一具具殷尸 而这些殷尸 应该是历经了悠久岁月 全数进阶到了四阶王级 这里的殷尸 石峰与雪无痕的入目处 起码有一千具左右吧 每具殷尸的身上 散发着一阵阵阴冷冰寒的死亡气息 令得这片天地 都异常的阴冷 不过这片天地 死亡的阴冷之气 导令修炼九幽冥宫的石峰与雪无痕 没有感觉到丝毫的不适 反而很是适应 特别是雪无痕 此刻都开始运转九幽冥宫 暗暗开始吸收着 这片天地中的阴冷之气 流转入丹田 接着雪无痕开口 对石峰说道 这里经纯磅薄的阴冷之气 如果让我在这里修炼的话 可令我的修炼速度 快至好几倍 对于这里的阴冷之气 石峰倒是没有多大的在意 石峰在意的是 是那一句句行走在 干裂大地上的阴师 这一千句四阶王级阴师啊 太美妙了 石峰嘴角勾起 露出了一抹笑意 石峰 顿时间感觉到 自己喜欢上了这片世界 真是太好了 石峰开心大笑着 身形一动 向着前方急射而出 这时 那一句句缓慢行走 动作看似僵硬的阴师 仿佛发现到了那边的石峰 感应到了生灵的气息 一句句阴师 向着石峰所在的方向 转过身来 嗷嗷嗷嗷嗷 一声声古怪 凄厉的怪叫 从那些阴师的嘴中不断吼出 天地间 顿时间变得一片混乱 紧接着 阴师群起而动 如同水流一般 拳术向着石峰急剧 凶涌 然后 一句句阴师面露 争鸣凶恶之状 张牙舞爪 向着石峰这边飞扑而来 石峰身形向着前方急射之时 屈指一弹 有三句零散行走在干涸大地上的阴师 突然有三道森白色的符纹 射入了他们的体内 这三句阴师 旋即被石峰给掌控 紧接着 石峰左手之中血色光芒一闪 顿时将这三句阴师 也给吸入到了血色石碑之中 而这时 石峰身形一顿 双脚缓缓地落入了地面 望向前方 望到了那汇聚在一起 大批大批汹涌而来的阴师军团 石峰笑着自语道 这样也好 倒废了本少不少事了 说完之后 石峰也便站在了地面 等待着那大批大批汹涌而来的阴师们 只要将这些阴师都给收服的话 那么自己的道士布下万师大阵 自己的力量 并能再步入一个层次 第598章御师大帝 阴师大军 犹如洪流 向着涌了过来 这时 石峰的双手已经截地手印 一道道森白色的符纹 从石峰的手印中 不断地飘逸而出 石峰所在的这片区 这片区域 转瞬之间 已充斥满了森白色的符纹 嗷嗷嗷嗷嗷 一句句英师 吼叫声越来越甚 而也就在这时 大地开始了震荡 特别是石峰所在的这片区域 大地摇晃地一场地猛烈 如同主飞了的开水一般 大地都开始滚动了起来 英师大军 临近石峰之时 对着石峰施展出 英师天生所怀的大地之力 石峰身形一动 身躯离开了滚动沸腾 剧烈摇晃的大地 悬浮在了离第二三米的半空之中 不过也就在这时 轰地一声 突然间 就在石峰的身下 一根猙獰庞大的地刺破土而出 直冲上空 直刺上方的石峰 面对着身下刺来的地刺 石峰看都没有去看 右手唯唯一踏 只听砰地一声俱响 在石峰随意的一脚之下 那根猙獰 看似猛烈的地刺 顿时破碎开来 化为了一粒粒土渣 那根地刺被石峰毁灭之后 轰轰轰轰轰轰 顿时间 石峰身下的大地之上 又有一根根密密麻麻 猙獰的地刺 从大地之中钻了出来 这次石峰还没等到 那些地刺向着自己轰击 便一脚在虚空中猛然一踏 轰地一声暴鸣 仿佛山越他岛一般 那些刚刚从大地之中钻出来的地刺 玄疾在同一时间 其身破碎 化为了沙土 洒落大地 千名武王镜的殷尸 发动的大地之力 在石峰的力量之下 根本无法抵抗 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石峰一声低喝 随着石峰的这声低喝响起 以石峰为中心 漂浮在这片虚空密密麻麻 就好像蝌蚪一样在虚空中 有动的森白色符纹 向着前方的大地洒落而去 向着那方的数千音师军团 洒落而下 此时此刻 天空就好像下起了一场 森白色的暴雨一般 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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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密密麻麻洒落而下的 森白色符纹 殷尸群再一次发出了 阵阵吼叫之声 就在这一瞬之间的功夫 便有一半 大约五百句的殷尸 被森白色符纹洒中 成为了石峰的努力 完全受到了石峰的掌控 去空之中 森白色的符纹 还在继续不断递下着 殷尸怪叫声 还在不断的在这片小天地中响起 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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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刻之后 暴力虚空的石峰手印一收 前方大地上的殷尸 到的此刻 已经全数被自己给降服 石峰细细地感应了一下 此次殷尸的收获 达到了1077句 而且大兜促都是四阶王级殷尸 只有一句 石峰感应到了 竟然突破到了天赋限制 发生了变异进化 达到了五阶王级 这句殷尸 算是一句极品殷尸了 石峰俯视着那方 旋即看到了在殷尸群中 跟其他稍微有所不同的殷尸 那句殷尸 比其他殷尸都要长得高大一些 模样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相貌很普通 皮肤有黑色 站在殷尸群里 有种鹤利基群的感觉 既然你与那些殷尸不同 本少便赐你个名字 以后 你叫救黑莎吧 石峰轻声低难道 随后 石峰一道灵魂意念 向着那殷尸应了过去 吼 石峰刚才的话语 在黑莎的脑海中响起 紧接着 黑莎仰天 发出一声大吼之声 像是在回复石峰的话语 五阶殷尸 刚是开启灵智的时候 不像其他殷尸 就是行尸走肉 跟野兽没什么区别 随后 石峰左手五指大张 对向了那边的殷尸群 旋即间 一阵庞大的血色光芒闪耀 那些被石峰降服的殷尸 全被石峰吸入了血色石碑的空间世界之中 而在血色石碑的空间世界 石峰已经为这些殷尸群 单独划分了一个区域 这些殷尸 身上散发出的死亡殷器 可以在那片区域凝聚起来 到时候可以供自己吸收修炼 自己九幽一末的徒子徒孙们 日后也可以在那修炼 就像血无痕所说 修炼九幽民工 在现在这片大地干涸的世界修炼 修炼速度要快至好几倍 千聚殷尸消失 只留下了这干涸的大地上 一片的狼藉 这时石峰身旁一道白色身影出现 血无痕也来到了石峰身旁 对着石峰恭喜笑道 恭喜风少 降服这千聚殷尸 听到血无痕的话 石峰也跟着笑了起来 说道这里 只是刚开始而已 前方 我已经感应到了 比这更加棒薄的阴冷气息 哪里殷尸的数量 定然比这更加的多 此刻 噬血剑已经再次出现在了石峰的手中 石峰已经通过噬血剑的颤鸣而感应过 圣剑碎片 应该也在前方 听了石峰的话后 血无痕也望向了前方 继续笑道 那还等什么 走 石峰一声低喝 身形在一次向着感应到的前方 急射破空而出 石峰身形一动 血无痕也旋即破空跟了上去 俩人的身形 飞过一片干涸的大地 就在这时 一座大约十米来高 屹立在这片天地间的石碑 出现在了石峰俩人的视线中 嗯 那座石碑 血无痕望到那座石碑 眉头一皱 转过头望向石峰 我们过去看看 石峰说道 紧接着 俩人加快了破空的速度 很快便来到了那座大石碑前 就此止步 石碑的最顶上 雕刻着这四个大四 望到这四个大四 血无痕轻声念叨 接着 俩人的视线下移 望向了石碑上刻入的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字体 我楚浩天 乃是玉师大帝蒲纵 玉师大帝 望到这玉师大帝四个字 血无痕的脸上 出现了震惊的神色 玉师大帝之名 血无痕曾经从一本古籍中见到过 这可是千年之前的一代五帝强者啊 东玉史册中记载 传闻当年玉师大帝纵横东玉 乃是当年东玉 数一数二的强者 而玉师大帝所修的功法 乃是一种操纵殷师的神秘功法 第599章诗帝传说 对于这个玉师大帝 石峰没有听说过 不过对于这玉师两个字 石峰倒是有点兴趣 想必这片封印之地这么多的殷师 便是那玉师大帝留下的吧 而那个自称玉师大帝的仆纵楚浩天 想必便是 在楚家人心目中 武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楚家先祖了 接着 石峰继续往下面的文字 看了下去 主人以玉师之术 纵横东玉 五亿敌手 就连在整个天横大陆 都是排得上号的五帝强者 主人麾下 有一个帝师 主人为追求五道极致 那日 突然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吸入帝师之力 荣于自身 为己所用 这是 天横大陆历史上 根本就没有先人尝试过的事 最终 主人失败了 不但失败了 还遭到了师弟力量的反噬 身受重伤 那时候 主人便知道遭受了师弟力量反噬 知道时日无多 主人心连天下苍生 怕自己到时候身陨 师弟为祸世间 于是 主人凭着最后一点力量 将师弟封印在此 之后没多久 我的主人 一代绝世五帝强者欲师大帝 便真的陨落 理所到此 你的前方 便是被我主人所封印的师弟所在 不管你是我楚家后人 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的舞者 看到老夫刻录的这些字 便退回去吧 且不可再次前行 以免触及到我主人当年的封印 让师弟逃脱 师弟出世 我冬遇 定然要失衡天也 切记 切记 到此 这座石碑上的文字 已被石锋与血无痕看完 这封印之地 竟然封印着的 是一句师弟 看完之后 就连石锋都惊讶的开口说道 因是成就递竟 可以说的异常的困难 比人足舞者 要难上无数倍 却没有想到 这里封印着这么一句 强大而特殊的存在 怎么样封少 还继续前往吗 看完石碑上的字后 雪无痕转过头 征询石锋道 走 我们过去看看 不说那个方向 石锋感应到了比之先前数量 还要多的殷尸 就是誓血剑的圣剑碎片 石锋无论如何都要得到的 那好 那我今日 便陪你见识见识 那传说中的地级殷尸 哈哈 听了石锋的话后 雪无痕洒然笑道 石锋听刚才雪无痕 问自己要不要继续前往的话 雪无痕应该是有所 顾忌石碑所说的师弟 那毕竟是地级师弟 而且被封印了这么多年 谁不知道封印之地 过了这么久的岁月 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 要是他们前往的话 要是他们不小心触及了 那封印师弟的力量 师弟出世 他们俩能活命的几率 那是极小 而雪无痕 因为自己要继续前往 便爽快地答应要随自己同往 这一刻 石锋道士越发地满意 这个徒孙的品性 勇气 意气 看来 要是秦如凡这小子 收徒的眼光好 先前遇到的无双 现在遇到这血无痕 不像林叶峰那小子 收了筑成那个变态 石锋在心中暗自说道 接着 俩人的视线一同望向了前方 石锋低语一声 走吧 接着 俩人身形同时 往那石碑所说 有师弟存在的前方破空而去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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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石锋与雪无痕俩人飞出还没有多久 顿时间 又有一阵阵犀利的怪叫 从着前方传了过来 此刻的石锋与雪无痕 一听哪知道 那是殷尸的怪叫所生 随后 再有一群的殷尸群 出现在了石锋与雪无痕的视线之中 而这一次他们所见的殷尸群 殷尸数量 果不出石锋所料 比之刚才还要多 这里 估计已有1500句的殷尸 恭喜了 望到了那片殷尸密密麻麻的殷尸群 雪无痕再一次洒然一笑 对着石锋恭喜道 作为九优一脉 雪无痕自然知道 幽明师祖当年所创爵士阵法 万师大阵 他没有学过那阵 但他知道 这小诗熟一开始便捕获殷尸 自然懂得这阵 万师大阵用殷尸布阵的话 雪无痕已经在心中知晓 看来这小诗熟的力量 要更近一阶了 望到了那片殷尸群 听到雪无痕的话后 石锋也是跟着一笑 随后身形移动 往那片殷尸群急速飞行而去 飞行之时 石锋已经双手结印 一道道森白色符纹从手印中飘出 缭绕在石锋的周身 如一只只森白色的蝌蚪一般 飞行游动着 然后浮温如同仙前一样 显现地越来越多 轰轰轰轰轰轰轰 原本一些缓慢行走 仿佛行尸走肉斑 漫无目的行走着的殷尸们 感应到了生人到来 顿时变得暴躁起来 一阵阵凄厉混乱怪叫之声 充斥着这片天地 紧接着 一句句音诗 驱使大地之力 这一片的大地 也瞬间开始暴动起来 如同发生了大地震一般 而就在这时 石锋的整个身躯 已经淹没在了森白色符纹之中 整片虚空 已经一大片的森白色符纹有动 就在这时 石锋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 去 声音一出 虚空中那密密麻麻的森白色符纹 旋即向着那方的殷尸群飞射而去 天地间 仿佛下起了森白色的的冰雹 向着那方的殷尸群狂暴席卷 密密麻麻的森白色符纹 很快将那殷尸群给吞没 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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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出来的一阵阵怪叫声 听上去一阵笔直一阵犀利 不过很快 那群淹没了殷尸们的森白色符纹消失 其实那些符纹 已经全部打入了那些殷尸们的体内 这一群殷尸 已轻易地被石锋降伏 受石锋掌控 降伏了这群殷尸之后 石锋感应了一下 这一殷尸群 有1522巨殷尸 加之先前降伏的1077巨 殷尸那些超品殷尸不算 如今的石锋 已经有2599巨殷尸 不过这新降伏的殷尸中 石锋感应过了 全是四阶王级 没有像先前那黑煞一样 有超越四阶王级的存在 2599巨殷尸 就出那么一句超越了四阶王级 误入了五阶王级 可想而知 普通的殷尸 超越四阶王级的 是多么的稀少 算是逆天了 第六百章诗帝 前面 石锋收取了1522巨殷尸大军之后 这一刻 面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抬起了头 望向了干涸大地上 无尽的远方 平平平平平 一阵又一阵 仿佛金属碰撞的声音 从远处传了过来 石锋望着那的方向 试血剑又出现在了手中 通过试血剑 石锋感应到了圣剑碎片 与那金属碰撞的声音 是在同一个方向 封少 那边的声音 却无痕来到石锋身旁 跟石锋一同望向那金属声音的方向 开口道 或许 这声音 就是那师弟弄出来的动静 石锋说 走 不怕死的就过去看看 雪无痕听了石锋的话 后摇了摇头 然后笑道 死自然怕 但既然都到这里了 自然要去看看 接着 石锋与雪无痕 身形在动 继续破空 朝着那金属碰撞的声音方向飞射而去 平平平平平平平 随着石锋与雪无痕的前往 那金属碰撞的声音越来越响 越来越剧烈 哦 一声仿佛来自远古时期凶兽的吼叫 突然响起 轰隆隆隆 随着那声音响起 大地 突然跟着剧烈地沸腾 摇晃 暴动起来 望着延伸至无尽的远处 都一直处于暴动状态的大地 雪无痕开口道 看来不用怀疑 这动静 是那师弟搞出来的了 听到飞行在身旁雪无痕的话 石锋点头 说道 那东西 应该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随后 俩人又再加快了飞行的速度 在这片世界中飞行了没多久 顿时间 有一根冲天而起 一眼望去 仿佛与天相连的黑铁大柱 出现在了俩人的前方 看来就是哪里了 望着那根黑铁大柱 石锋低难说道 嗷嗷嗷嗷嗷 又是一声仿佛凶兽发怒 狂暴的吼叫声响起 在这片天地间剧烈回荡着 大地 再一次发生了狂暴的躁动 响起轰鸣 带得石锋与雪无痕接近那根黑铁柱时 看到就在了黑铁柱的下方 又一道浑身赤裸 又一片乌黑 仿佛黑炭一般的身影 那便是湿地嘛 望到了那道黑色赤裸的身影 雪无痕尼南 接着再次道 应该是了 好强大的气息啊 赤地 望着那漆黑如墨的身影 石锋也跟着开口 石锋看到 那道黑色的赤裸身影 浑身上下 缠满了粗大的黑色铁链 而他的双手 双腿膝盖 脖颈 胸口 腰腹之处 都被一根仿佛匕首模样的黑色长钉刺入 并在了那根黑铁大柱上 而在他的眉心间 石锋看到了一柄血色的匕首 刺入了他的眉心 再次穿他的后脑 钉进了他身后的黑铁大柱中 圣剑碎片 看到那钉入湿地眉心间的血色匕首 石锋一眼辨认出 那柄匕首的材质 是由圣剑碎片所打造 看来 当年那御师大帝 得到了这圣剑碎片 当他打造了这柄匕首的模样 最终隐落之前 将这柄匕首 作为了封印这师弟的戾气之一 石锋说 却无痕也看到了 钉入湿地眉心间的血色匕首 再望了望石锋手中的嗜血剑 问道 锋少 难道那柄匕首 便是你要寻找的玄气碎片 正是 石锋点头 回应道 这下可不容易拿啊 却无痕摇了摇头 说道 那师弟封印归封印 但就算被封印在那 他们也不敢过去取那匕首 嗷嗷嗷嗷 就在这时 师弟再一次狂暴了起来 面露凶恶猙獰之状 仰天怒嚎 大叫 身体也在做剧烈的挣扎 平平平平平 尽管被封印 在挣扎之下 师弟的身体还是暴动了起来 他的身体 他身体的黑色铁链 与他身后的那根黑铁大柱 不断的发生着剧烈的碰撞 发出了金属撞击的暴鸣声 大弟 再一次在师弟的狂暴之下 开始了沸腾 颤抖 嗷嗷嗷 石锋面露凝重之色 低头俯视着下方那狂暴的师弟 见到石锋没有言语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雪无痕也便不在言语 不打扰石锋 嗷嗷 人足 人足 就在这时 下方仰天大豪的师弟 见到了石锋与雪无痕 发出了声色难听的怪叫之声 那声音听上去 仿佛是一个与世隔绝 多年未说过话的山林野人 突然开口 人足 解开我的封印 我似于你们强大的力量 师弟在一次开口 发出声色的怪叫声 大吼道 李在这等我就好 石锋转过头 被雪无痕说道 听到石锋这么说 雪无痕开口问道 你想到办法拿取那玄气碎片了 雪无痕看石锋的模样 虽然石锋还是如平常一样 一片淡然之色 但这一刻 雪无痕仿佛感觉到 石锋这淡然的脸上 无形间透露着一抹自信 接着 雪无痕看到石锋对着自己点了点头 答道应该可以 接着 石锋身形移动 往着下方剧烈晃动的大地中落去 石锋落入地面之后 伸随摇晃的大地 再摇晃着 一步一步 朝着前方封印的湿地走过去 人 人足 解开我的封印 快点解开我的封印 只要放我出事 我立即就似于你强大的力量 石锋进到石锋一步一步 朝着自己走来 连忙再次开口 声音听上去都显得有些急促 甚至带着欣喜与激动 就连说出来的话 都一下子顺了很多 多少年了 在这被封印 失去了自由 已经不知有多少岁月 不过紧接着 石锋看到那向着自己 一步一步走来的人足 离自己大约还相距十米之后 突然顿住了脚步 看到这人顿住 师弟脸色一变 露出了凶恶与猙獰的神色 目声咆哮道 人足 你干什么啊 你快过来啊 快解开我的封印啊 我可以赐予你强大的力量啊 你快点给我过来 石锋望着那面容又化为凶恶的师弟 双手竭力成了一道手印 过了片刻之后 石锋手印撤去 而在石锋的左手掌心之上 悬浮着一道 犹如蝌蚪一般的森白色符纹 符纹 也如蝌蚪一般 在石锋的掌心上 绕着小圈 再缓慢游动着